千寻几哭了 他万万没想到在斗罗大陆还有人敢给自己戴绿帽子 指引他看到比比东手里的婴儿 比比东 你敢背着我和别人偷情 听到这熟悉的名字小小素不由地睁开了双眼 比比东 这是斗罗大陆 我竟然穿越成了一个婴儿 正在小小素思考之际 旁边的清水群直到啥次今天气势 想要出手教训比比东 不好 我不是穿越了吗 我系统呢 快出来 恭喜宿主激活无敌咸语选择系统 奖励新手大礼包一份 系统以自行为宿主打开 恭喜宿主获得神王之心 初步融合之后 即可获得先天满魂力100级天赋 登陆神界即可晋升神王 获得超神级五魂一火 宿主获得抽奖机会一次 是否抽奖 快点 我的比比东太被千寻击那个老混蛋欺负 恭喜宿主获得神王体验卡10招 使用此卡可以暂时获得神王修为 快使用驿仗 由于宿主身体太小 这边建议您进行投影捧吓 千寻击你爷爷的奶奶的人 赶紧给老子住手 前辈 你是谁 如果我是你 我现在已经滚了 可笑 你在叫我千寻击做事 记住 我滚不是怕你 而是我喜欢鬼 这狗东西浪费老子的神王卡了 你比东 好好照顾这个小娃娃 它将是你的狐心吉祥物 你的未来在它身上 刚才发生了什么 难道那位老前辈说的都是真的 这个小家伙将会是我实现宏图委员的副将 苏苏 我明天就要走了 走 你要走哪 我要去天斗帝国当卧底 或许我们今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千刃雪当卧底事件触发 选择一 跟随千刃雪一同前往天斗帝国 帮助他完成卧底任务 奖励十万年魂环 选择二 留在武魂殿 继续守着比比东 直到他坐上教皇之位 奖励超神级 武魂天帝人皇剑 按照原著的剧情 千刃雪二十年卧底行动到 后来都是一场空 而比比东无论如何 也都会当上教皇 我是不是应该去帮助小雪啊 不行 我走了万一千寻进那个老混蛋 来霸占我的比比东可咋办 算了 反正千刃雪卧底行动时间很长 等比比东稳做教皇之后 再去帮他也不知 雪儿姐姐 不会的 我会经常去看你的 我保证 好 那你记得要经常来看我 六年了 天天被比比东搂着睡的日子真无聊 这种平躺的日子 啥时候是个头啊 小风 你马上就到觉醒武魂的时候了 紧不紧张 还好吧 有点紧张 紧张的毛 老子先天脑魂了一百集 还担心一个小小的武魂觉醒 小小素不知道的是 他的心声竟然被比比东听得一清二楚 这辈子没有这么丢人过 比比东能听到我的心声 我竟然不知道 马上就要觉醒武魂了 你紧不紧张 有点紧张 我紧张的屁 老子先天满魂力一百集 还担心一个小小的武魂觉醒 就算是个废武魂 我也能成神 先天满魂力一百集 这是真的吗 小素不会再吹牛吧 天底下杂会有先天满魂力一百集的存在 就算是小雪 也仅仅只是先天满魂力二十集 是斗罗大陆有史以来天赋最高的魂师 如果小素是先天满魂力一百集 那岂不是直接成神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 先试探一下 小素 你为什么不紧张呢 难道你就不怕觉醒失败吗 我怕个球啊 大不了就跟着你混呗 好吃好喝好水瓶 躺着过日子不香吗 这小子怎么这么没出息 罢了 既然那位老前辈都说了 小素是我的福星 我不能看着小素这么颓废下去 你给我站好 卧槽 这冰山美人干嘛这么凶 小素我就是想让你有点置气而已 希望你可以理解我 你定的小目标吧 比如先挣他一个亿 呸 比如十二岁之前魂力必须达到二十级 好 我一定完成这个小目标 切 我以为是啥呢 像我这种先天满魂力一百集的天选之人 魂力等级那都是虚设 只要融合魂环不就行了 这个小目标太轻松了 小素 开始觉醒武魂吧 好强大的双生武魂 难怪小素有事无孔丝毫不担心 原来他早就知道自己的逆天之姿 难道他说的先天满魂力一百集也是真的 他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神之子 嘿嘿 这次看傻眼了吧 也不看看小爷是谁 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吗 一个小小的觉醒仪式 就把你吓成这样 真是没见过世面 小素没想到你 跟我一样都是双生武魂 接下来快测一下你的先天魂力等级 如果你先天魂力不错的话 我可是有奖励的 卧槽 你倒是亮一下 我好歹先天满魂力一百集 不至于这样吧 怪了怪了 就算是最普通的魂师 在觉醒武魂后 也会有魂力的 有可能是水晶球坏了 小素你等一下 我去拿一个新的过来 喂 你个破系统咋回事 我的先天满魂力一百集呢 为啥水晶球没显示 你该不是在网我吧 鉴于宿主是先天满魂力一百集 寻常之物并不能检测出你的任何魂力 宿主只需要获取魂环 便可以达到相应的境界 原来是斗罗大陆的水晶球 等级太低了 检测不出来 小素 我给你换了个新的你试试 我这个白胖女老师 拿一个低级的水晶球 能测出个啥 先天满魂力一百集是这种东西 能测出来的吗 原来如此 确实神之子的体质 可是独一无二的 水晶球能测出来 那就不是神的体质了 老师我看还是算了吧 可能我们武魂店的水晶球最近都坏了 反正我的双生武魂 已经证明了我的天赋 最低也有十几魂力 我觉得也是这样 从今以后 你便是真正的魂师 过段时间 我就带你去猎杀魂兽 获取魂环 鹰山美人比比东彻底疯狂了 只因斗罗大陆上 竟有先天百集魂力的存在 小娜娜 你看这只小虫子多可爱 我跟你说 这样的小虫子 炸出来可好吃了 小苏 我出关了 你终于出关了 怎么突然出关了 这不是故意打乱我的计划吗 老子好不容易找到狐猎呢 正打算要忽悠 这臭婆娘倒好 直接坏了我的好事 臭婆娘 这小子居然叫得出口 老娘辛辛苦苦地把你喂大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简直就是个白眼狼啊 不行我不能生气 小苏不知道我能听见他的心声 若是无缘无故地发怒 那可就暴露了 你来 给你看个大宝贝 苏苏哥哥 我先走了 不打扰你们了 该死的臭婆娘 我的好事都被你破坏了 不行 这个补偿我必须要讨回来 老师 你要让我看什么大宝贝 好小子 又在骂我 你等着 待会要你好看 小苏啊 老师 最近研究了个新招式 想给你看看 好啊 老师你快使出来 卧槽 这臭婆娘感情是要我给她试招啊 真当小爷好欺负是吧 让你见见小爷的本事 小苏 你可要看好了 慢着 我先释放一下五魂 臭小子 这虚晃一招就跑了 老娘和你没完 这小子真是的老六 不过他刚刚觉醒五魂没多久 还没有融合一枚魂缓 便能爆发出如此威力 的确惊人 而且 我总觉得小苏的魂力太过浑厚 以我魂斗罗级别的魂力 根本不够看 估计他说 他先填满魂力一百集 应该是真的 圣女 教皇面下有请 嗯 我知道了 千寻集那个老达碎 找比比东干啥 难道六年前的教训还不够吗 六年前的教训 难道六年前下退老师的就是他 圣女 教皇面下正在等你呢 好 我这就随你去 不行 我要跟着去 可不能让比比东受欺了 老师 我和你一起去 看来这六年没白喂他 面下 六年前 那个婴儿已经查明真相 是圣女从外面捡回来的 并非与他人所生 至于那名婴儿来历 还没有线索 好 既然孩子不是圣女所生那便算了 此时也不用再查了 去把圣女叫来见我 六年前那道身影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与捡来的那个婴儿有关 算了 既然比比东没有背叛我 那我也没必要去 纠结这个问题了 面下 圣女来了 东儿 我一会就要离开 五魂殿了 外出时间可能有点长 这段时间 五魂殿便拜托你来 主持大局了 是 老师 这个混蛋当初拆散了我和小刚 还躲我贞结 此仇我日后一定清算 外出 我的乖乖 千寻吉这个老家伙该不会去杀唐浩 抓阿盈吧 算算时间 好像是这个点 教皇之位终于轮到比比东了 快点去吧 早点被唐浩一锤子打死 也懒得脏了小爷的手 眼前这个男人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竟然敢去狙击唐浩和阿盈 小苏说的都是真的吗 老师外出是为了对付浩天宗的唐浩 而且老师这次会被唐浩击杀 我最后更能当上教皇 唐浩 你可千万不要留守 一定要把他往死里捶 就是阿盈可惜了 那个阿盈又是谁 小苏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难道他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老师您这次外出是去干什么 我得到确陷消息 唐浩与十万年浑兽转身为人的阿盈 生了一个小崽子 此次外出 一是为了杀了唐浩 二是将十万年浑兽抓回来 等你的魂力达到九十级后 就可以杀了他 获取他的十万年浑环 嘿 你个糟老头子坏的 我信你个鬼 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 大傻妞啊 你可不能上当 你别忘了当年他是怎么占有你的 难道小苏真觉得我有这么傻吗 多谢老师 卧曹这个傻妞真信了 他这智商怎么坐稳教皇之位的 好小子 又在骂我 我是这么容易上当受骗的吗 当你站在我这个位置 你也会这么做 看破不说破不懂吗 东儿 我走了 等我凯旋归来 圣女 大事不好了 教皇重伤 大供奉叫你立即过去照顾 千寻吉这个老杂碎 还真没让我失望啊 小枫的预言还真重了 难道我真的要当上教皇了 老师 我和你一起去 大供奉 老师的伤势怎样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若是这几天能坚持下来 那就还有希望 这几天就辛苦你照顾了 接下来这段时间 我要主持大局 好机会啊 这个傻妞在干啥 还杀了她 我真的要这么做吗 不会吧 这都还需要人教 你不杀了她 吞噬她的身体和灵魂 又怎能改变修炼之法 进入罗刹秘境 最终百急成神 罗刹秘境 百急成神 之前小苏的预言都成真了 这次应该没错 小苏 我要在这里照顾老师 你自己出去玩吧 来了 这个傻妞终于想通了 打算要动手了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老师你节哀顺便 老师你别怪我心狠 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小苏哥哥 叫黄姐姐什么时候出关啊 不知道 怎么 你就这么想我老师出关吗 不 我才不希望她出关 要不你和我玩的时间就少了 放心吧 她短时间不会出关的 她要在罗刹秘境中 进行罗刹九口 怎么可能会这么快出关 那就好 那我可以和小苏哥哥 多玩一段时间了 那你长大后 嫁给小苏哥哥吧 好 等我长大后 一定嫁给小苏哥哥 小苏 你要带我妹妹去哪里 鬼混了 其实也没啥 就出去玩了一会儿 她还说长大后 要嫁给我 占我妹妹便宜 我要杀了你 协谊兄弟 我来帮你 我出生便是仙天百计魂力 不仅以六岁的身躯 俘破比比东方星 更是促使比比东 斩杀千寻级的幕后黑手 如今比比东正在罗刹秘境 进行罗刹九口 而我则是在外 和狐烈娜培养感情 不料这次出现了两个不速之客 你们两个不要太过分了 过分 你欺骗我妹妹 就不过分吗 小苏 哪怕你是教皇大人的学生 我也要替我的娜娜讨回公道 好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不公平 你竟然是双生武魂 而且凭什么 你召唤武魂有特效 还有更不公平的 老子仙天版魂力一百级 我单靠魂力的肉体力量 就不是你们一个黄色魂魂能弥补的 好 我不用我魂 我敬你是条汉子 我也 卧槽这也太猛了吧 这真的是一个没有魂魂的魂师吗 喂 你俩还打不打 不打我可就走了呀 卧槽 什么叫 我俩还打不打 我们有还手的机会吗 你们俩 还是多练练吧 小苏哥哥 你们在干什么 我大老远都听见这边有动静 妹妹 你怎么来了 你们两个是不是又在欺负小苏哥哥 有我在 你俩谁也不能欺负我的小苏哥哥 我才是你金哥 我都没动手 你看我俩这样子 不行 我千万不能在娜娜面前丢了面子 娜娜我们和你小苏哥哥在院子里玩呢 好家伙 这两个人脸皮这么厚的吗 算了 就不拆穿他们了 给他们留点面子 妹妹你不要跟他玩了 哥哥可是仙天魂力 九级的天才 现在已经是一个一环魂师了 你看他一个魂魂都没有 会耽误你修炼的 不就是仙天魂力九级吗 看把你牛的 小娜娜 只要你这段时间跟我一起训练 我保证让你在觉醒五魂时 仙天满魂力十几 切 真能吹 真把自己当神了 胡烈娜先添满魂力十几事件出发 选择一 继续当闲鱼 不放在心上 奖励魂骨一块 选择二打脸焰 奖励神赐魂缓一枚 你怎么不说话了 把话说满了 没办法继续吹了吧 走娜娜 别跟这种吹牛的人玩了 去我屋里 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火焰灵主 好你个燕 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老子不跟你计较 还真到我好脾气是吧 谁说小爷吹牛了 自己屁点本事都没有 还有脸在这瞎逼逼 有这闲功夫 倒不如想想如何提升实力 也不知道是谁刚才趴在地上 跟个狗似的 哼 那是我大意了 走 小苏哥来带你吃饭去 可是 去吧早点回来 谢谢哥哥 邪悦你这是干什么 你不是反对你妹妹跟小苏玩吗 你没看到娜娜很喜欢 和小苏在一起吗 别想了 过段时间就是长老们选途的好日子 我们还是抓紧时间修炼吧 没想到这个小苏平时游手好闲 原来隐藏的这么深 我干嘛要阻止妹妹和她在一起 只要不耽误修炼就行了 说不定还能借着妹妹的光 放上教皇这条大粗腿呢 娜娜已经进去 觉醒武魂这么久了 不知道能觉醒什么武魂 能有多少魂力 小苏 我出关了 老师你终于出关了 小苏哥哥 我成功了 我真的是先天满魂力时级 上集说到没有魂魂的我报道 原来隐藏有一个黄色红环的幻灵盒灵 并且准确预测出 狐猎娜先天满魂力时级 就在狐猎娜觉醒武魂这天 已逼宫出关了 拜见教皇大人 拜见教皇大人 这个小姑娘 不就是经常被小苏忽悠的小女孩吗 看这造型 应该是刚觉醒了狐狸之类的武魂 没想到的是她 竟然先天满魂力时级 都起来吧 应该就上眼了吧 看来我家东儿要收图了 收图 小苏是说 我要收那个女孩为徒 先天满魂力时级确实不错 怪不得小苏经常带人家玩 原来是为了我呀 小妮子 你叫什么名字 回教皇大人 我叫狐猎娜 教皇大人 小妹年幼 不知道哪里惹弄了教皇 还望您饶她一次 本座让你说话了吗 老师 你这么凶干嘛 有啥不能好好说 看把人家吓的 这个比比东怎么回事 不就是当上了教皇吗 不至于这么凶吧 好你的臭小子 怎么说话的 真是个白眼狼 狐猎娜 你可愿拜本作为师 对嘛 这才乖 看来这傻妞眼光也挺不错 直接开始收图了 我家小娜娜可不会让你失望吧 她今后可是勇闯杀戮之都 成就斗罗大陆杀神之一呢 什么 杀戮之都 成为杀神 怎么可能 这个小妮子竟然还有这等本事 难道这就是小苏 看好她的真正原因 就在比比东为狐猎娜今后成为杀神 而感到震惊的时候 狐猎娜已经愣在原地 久久无法回神 教皇殿下竟然要收我为徒 不会是真的吧 小妹成为教皇大人的学生 那我的好日子不就来了 小苏你果然是我们的福星 还愣着干啥 还不快拜师 学生胡烈娜 拜见老师 起来吧 今后便有小苏带你 是 老师 小苏 一会儿来教皇殿找我 为师有事跟你说 太好了 教皇殿下竟然收我为徒 谢谢小苏哥哥 谢我干嘛 老师能收你为徒 还是因为你很优秀 如果没有你 我怎么能先填满魂力时级 老师又怎会收我为徒 小苏 谢谢你 小苏我服了 恭喜宿主 获得协约的忠诚 忠诚度80% 奖励万年魂鼓一块 恭喜宿主 获得燕的忠诚 忠诚度60% 奖励提升魂环年限1000年 恭喜宿主打脸燕 奖励神赐魂环一枚 小苏 当初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大半年了 获取第一枚魂环了没 完了 我怎么得忘了 我要马上吸收魂环 否则一会儿不好交差啊 这家伙大半年到底在干啥 竟然连第一枚魂环都没搞定 你是不是忘了我交代的内容了 没有啊 我已经获得了第一枚魂环了 是吗 你让出来看看 老师我肚子疼 我去上个厕所 终于出来了 赶紧吸收了吧 这一定是唐三来了都无法接受的事 眼前这个男人第一个魂环竟然是万年魂环 终于获得第一魂计了 不过怎么才是个万年魂环啊 算了反正魂环等级能通过系统升级 先回去交差吧 老师我回来了 既然你回来了 那就让我看看你的第一魂计吧 我倒要看看你打算怎么糊弄我 我才不相信你半个时辰 就能猎杀一头魂兽获取第一魂环 竟然是万年魂环 小枫这是真的吗 惊讶吧 也不看看小爷是谁 我可是先天满魂力一百级的神选之人 获取一枚万年魂环那可是分分钟的事 当然是真的 这还有假 不可能 这一定是幻术 你释放出来看看 好 小苏你这枚魂环是怎么获取的 那还用说 当然是我猎杀万年魂兽获得的呀 猎杀万年魂兽 怎么可能 我哪有这行功夫 要不是我有神刺魂环 哪能这么快获取第一枚魂环 神刺魂环 他竟然有神刺魂环 等等 我从小苏身上感受到了二十级魂力波动 小苏说的先天满魂力一百级 应该是真的 我家小苏好棒啊 竟然是万年魂环 大师 你有一个飞机传音 好像是从五魂城发布来的 我给你放在老位置了 没错 眼前这名男子 正是窦罗大陆号称理论无敌的老扎男于小刚 五魂城 是东儿吗 东儿现在是叫黄了 而且竟然邀请我去五魂殿 东儿你等我 我这就去找你 小刚你来了 卧槽是玉小刚 我家东儿要见的重要人物 竟然是玉小刚这个老扎男 难道我家这个大傻妞 还想和玉小刚重归于好 他可是窦罗大陆第一扎男 难道不知道 他已经移情别恋柳二龙了吗 没想到 小刚竟然是个扎男 算了 反正这次的主要目的是 借助他的理论 助我完成罗刹第三考 算算时间 我们也有十几年没见了吧 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吗 我过得还行吧 还行 你当然过得还行吧 如果不是你和柳二龙 带点血缘关系导致你跑路了 你们早就举行婚礼 估计现在生命都煮成熟饭了 什么 难道小刚已经结婚了 这个傻妞怎么回事 难道真想和玉小刚 就情复燃吗 千万别让我担心了 否则我只能出此下策 将他灭了 让你彻底对他失去念想 东儿 你最近过得如何 不说了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东儿 其实我知道你这几年过得不是很好 你还是叫我比比东或者叫黄吧 现在我们还是要注意点影响 这要是被外人听到了会给你带来没必要的麻烦 这个渣男还是别叫我东儿了 从他嘴里说出来 我觉得恶心 我家大傻牛开窍了 好你的小苏 又在说我傻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有通晓补进未来的能力啊 是 叫黄免下 你能来这里 我很高兴 想必听了传音机的内容你也明白 我叫你来的用意吧 玉小刚竟然是被这傻妞叫来的 他干啥啥不行 简直就是个废物 就连他引以为傲的无敌理论也是东拼西托抄袭来的 这傻妞到底是怎么想的 如果我能听到东儿心里是怎么想的就好了 抄袭是什么意思 难道小刚的无敌理论不是自己研究出来的吗 欺骗了天下人 这种人太可怕了 上集说到斗罗第一扎男玉小刚 收到比比东的飞机传音后 便来到了武魂殿 回教皇免下 飞机传音的内容 我已经看明白了 不知我们何时出发 前往死亡峡谷 等等 死亡峡谷 什么情况 我家端要去死亡峡谷 难道是为了猎杀那十万年浑兽死亡珠黄 算算时间也到冬儿吸收第一武魂第九枚魂环的时候 可是他叫上宇小刚 这个菜鸟有啥作用 过几天吧 我将总店内的事情先处理了 再去也不迟 你这几天就暂时先在这休息吧 好 到时我一定竭尽全力帮你猎杀死亡珠黄 果然是要去猎杀死亡珠黄 但带上宇小刚是什么操作 还不如带上我 一个小小的死亡珠黄分分钟秒杀 击杀十万年浑兽死亡珠黄分分钟的事 小苏吹得也太夸张了吧 小苏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 比比东猎杀十万年浑兽死亡珠黄事件触发 选择一 袖手旁观 躺平咸鱼 奖励魂环年限提升一千年 选择二 出手相助 奖励祖龙之力 友情提示 祖龙一出 万寿臣服 老师我可以不去吗 听说十万年浑兽都很厉害 我还想多吃两年饭呢 这家伙还得老娘装 我都从你心中听到了你想去 教皇大人 你看要不我们还是撤退吧 死亡峡谷太危险了 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再坚持下去 恐怕会损失更多人 是啊 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人 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估计都要交代在这里 怎么办 如果不撤离 损失惨重的话 我回去无法跟长老殿交代 如果不回去 罗刹三考怎么办 我只有一年时间 若是撤离 后面再想借助五魂殿的力量前来 就更难了 住嘴 这比闻不到你们讲话 教皇大人自有决断 月小高 这几天 你到底研究出来办法没有 还请教皇免下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们还有时间等你吗 你可知道 为了保护你 我们损失了多少人 你太让我失望了 这次知道 玉小高没用就是个废物了吧 不过这个死亡峡谷 确实挺危险的 我家冬儿想猎杀死亡猪黄 还真不容易 难道是我的出现 让剧情发生了改变 提升了难度 几千年了 终于有人闯进这里 还有四名封号斗如 看来今天可以饱餐一顿了 死亡猪黄 你终于出现了 月光鬼魅 你们还在等什么 杀了他 怎么可能 好弱的人类 你们还是乖乖做我的美食吧 现在怎么办 玉小高 你不是号称理论无敌吗 我们现在怎么办 火 用火 蜘蛛怕火 现在这个情况 你说这里有毛用 我们之中根本就没有火元素五魂的回事 行了行了 还是我来吧 还愣着大麻 上啊 人类 人类 你们彻底把本黄惹火了 你们不是仗着人多势众 以多欺少吗 本黄就满足你们 孩儿们都出来 将这些该死的人类撕裂成碎片 一笔东一行人前往死亡峡谷猎杀十万年魂兽死亡猪黄 不料斗罗第一扎男玉小刚却因此成为了太监 月官 鬼魅你们四位封号斗罗 死亡猪黄交给你们了 其他人跟我猎杀小蜘蛛 我为啥要跟着来啊 现在怎么办 对了 这种魂兽好像对尸体没兴趣 随即玉小刚就躺在地上装起了尸体 这时 一只小蜘蛛抬了过来 菊花关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使用最后一招 好 两极禁止领域 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你们快动手 人类你们都干死 怎么回事 这只死亡猪黄不是寻常十万年魂兽 而是一只有二十万年修为的凶兽 难道真的是因为我的到来 让斗罗大陆发生了变化 整个体系都提升了一个等级吗 什么 二十万年的凶兽 难道真的要无功而返 请签到刘出山 助我完成任务吗 对了 小苏之前不是说 他能直接鸟杀死亡猪黄吗 他一定可以的 小苏 你现在可有办法解决 这只死亡猪黄吗 有 什么办法 我来杀 小苏 虽然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 但如果你能诸为是猎杀死亡猪黄 你想要什么奖励我都给你 好 大蜘蛛 你还是献祭吧 免得你饱受折磨 小子 你别以为拥有诡异的意义 本黄就怕了你 小心我一口吃了你 既然你不献祭 那小爷可就不客气了 系统使用神王铁卡 顿时一股恐怖的力量 从小蜜身上冲天而起 这是一百级的气息 怎么可能 拜见真神大人 小蜘蛛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是选择献祭 还是让我亲自出手 了去你的生命 如果你自己献祭 日后你可能还能复活 如果我出手 你就可没机会了 真神大人 晓得选择献祭 如此甚好 小苏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不过这次真的多靠你 对了 你的第一枚魂环刚好满一万年 这三万年的幽冥猪王 刚好适合当你的第二枚魂环 我已命令他献祭给你 好 谢谢老师 快把魂骨也吸收了吧 这块魂骨还是奖励给其他人吧 大家都出了理 三万年的垃圾魂骨也配得上小爷 或者也只有你们才将其当作是一块宝 像小爷这好人物 最起码也要十万年魂骨才行 就这块魂骨 还是省省吧 原来这小子是嫌弃魂骨年限太低了 咦 玉小刚那个废物呢 该不会被魂兽杀了吧 发现一只变异的皇者血脉魂兽 吞噬珠黄 其血脉潜力并不比拥有神级血脉的魂兽价值低 甚至更高 还望宿主不要错过 卧槽 这家伙把玉小刚变成太监了 不错我喜欢 既然是一只血脉等级不错的小蜘蛛 那就将它收养了吧 小刚在这里 人无大碍 应该只是昏过去了 不过他好像被这只小蜘蛛变成太监了 算了那时他就由自取 看这个渣男以后还怎么潇洒 小苏 我们要离开了 老师我们是直接回武魂殿吗 不着急 我们先去星斗大森林碰碰运气 不着急 星斗大森林 难道要去猎杀阿柔 小小叔使用神王体验塔 迫使二十万年魂兽死亡珠黄献祭比比东后 比比东说出了个惊人的消息 老师去星斗大森林 难道是为了猎杀阿柔 不行 不能让他杀了阿柔 要不我和小五就没信了 小五 阿柔 他们是谁 这小子又耍什么花样 我就是想去星斗大森林碰碰运气 再猎杀一头十万年魂兽而已 不至于反应这么大吧 难道阿柔和小五不是人 而是十万年魂兽 老师 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 都出来这么久了 而且小刚这伤势 我们带着他行动也不变 无妨 此次就我们两个和鬼斗罗局斗罗前去 其他人送小刚回去就行 老师之所以直接前往星斗大森林 可是要继续猎杀十万年魂兽的 若是成功了 我给你一块十万年魂蛊好不好 小黄我们到了 好 鬼妹你把封号斗罗的威势放出来 直接用魂力搜索 我的天 这也太嚣张了吧 这么高就不怕招惹大兄之地里面的凶兽吗 万一把银龙王古月娜招惹出来怎么办 大兄之地 银龙王古月娜 小峰说的都是星斗大森林里面的吗 为何古籍中没有记载 老师 我们还是不要这样招摇吧 就算是我们碰上了十万年魂兽 也被惊动了 要不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吧 鬼妹把气势收起来吧 你去前方探路 不要招摇 如果有魂兽袭击 将其随便打发即可 诸下遵命 教皇大人 前方发现一头九万年魂兽狂风暴龙 正在追杀一名魂兽 不知是否出手相救 知道是何人吗 此人有点陌生 是一个女人 手中还抱着一只柔骨兔 女人 柔骨兔 这不是阿柔和小五吗 他们怎么会被九万年魂兽追杀 小枫所指的阿柔估计就是那个女人 小五难道是那只柔骨兔 你和月官先去看看 如果情况紧急 就将他们全部制服 我们随后就到 糟了 这次完蛋了 阿柔的小命不保啊 现在该怎么办 这是十万年魂兽的气息 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阻止 难道为了阿柔和小五 我要跟我家多少对着干啥 阻止 如果你敢阻止 看我怎么收拾你 今天运气不错 遇到了两只十万年魂兽 你们是打算献祭呢 还是让本座亲自动手 老师 他们怪可怜的 要不放了他们吧 鉴于宿主大发善心 想要拯救阿柔和小五 奖励一枚神刺魂环 不行 他们是魂兽 小苏 在其他事情上 我都可以依你 唯独这件事不行 你就不要插手了 老师 你无非是想获取十万年魂环 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一枚神刺魂环 你放了他们如何 这小子终于舍得说出神刺魂环了 不行我要装作不知道 不然就露线了 小苏 话可不能乱讲 神刺魂环 又启示你说有就有的 老师 如果我能给你一枚神刺魂环 你放不放 神刺魂环可以给我最合适的魂环 这个交易还是挺划算的 如果你真的能给我一枚神刺魂环 我可以放了他们 好 这个给你 现在他们都是我的了 小苏将神刺魂环给了比比东后 就赶忙查看阿柔的伤势 你们没事吧 小家伙 多谢你救了我们 不用谢 无论是人类还是魂兽 都是生命 在斗罗大陆都有活下去的资格和希望 小家伙 我不行了 我的伤势太重 已经活不了了 我能求你一件事吗 你别说胡话 你还有救的 我用祖龙之力救你 这个小家伙竟然有祖龙之力 难道他就是祖龙大人转世 没用的 我被暴风巨龙伤得太狠 就算你有祖龙之力 也已经晚了 你就不要费神了 我可以拜托你帮我照顾小五吗 可以 您别说话了 我再想想办法 小五 妈妈走了 你今后就跟着祖龙大人 祖龙大人 我的生命即将到头 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向你献祭 你是我最大的恩信 还请您能帮我 好好照顾小五 阿柔献祭事件触发 选择一 让其成为魂灵 既存在柔骨兔右腿骨中 以祖龙之力滋养 助其完成蜕变 怠速主成神后 即可让其复活 奖励九转还魂单一枚 选择二 让阿柔对入轮回 让其转世投胎 重生为人 奖励生机复古单十枚 选择三 保留阿柔魂魄破 收益系统中 凑其系统要求的天才地宝 就可以为其重生 奖励天地造化单一枚 我选三 让阿柔成为魂灵 小五 从今以后 你便是我的亲人了 教皇大人 不知这头狂风暴龙如何处置 交给我吧 我要为阿柔和小五报仇 好 那就交给你吧 这是十万年魂兽 泰坦巨猿和天青牛蟒 人类 放下小五 我们就放你们离开 否则 别怪我们兄弟俩大开杀戒 果然 这俩兄弟是为了小五来的 其实小五跟我回五门店并不安全 倒不如将小五交给他们 六年后 我再将转身为人的小五带出来 老二将小五抢回来 你们赶紧放了小苏 你们想要他安全 可以 立即离开星斗大森林 否则别怪我们心狠 离开星斗大森林 你觉得本座会相信你的鬼话吗 我不管你是什么浑兽 只要你放了小苏 本座便带人离去 要不然 就别怪本座命人踏平这里 人类 别把我们浑兽当作虚伪的小人 只要你们离开星斗大森林 我定会保他安然无恙 老师 你们先在星斗大森林外等我吧 他们不敢把我怎样 你别忘了 我还有自保能力 就凭他们 还伤不到我一个毫毛 对啊 小苏可是神之子 上次围攻死亡珠黄可是 爆发出了神的力量 好 希望你们信守承诺 小家伙 你将小五交给我们 就可以离开了 那要是我不放了 拜见左龙大人 我们无意冒犯左龙大人 请大人恕罪 无妨 左龙大人 你身边这只小蜘蛛血脉之力不凡 有招一遇或许能够打破之骨 百万年成神 你们也不差 都有成神的机会 还请大人指点离击 你们两个的血脉 度过前面几次凶兽节倒是不难 难就难在后面几次凶兽节 到时候 我自然会出手助你们成神 至于小五 那就只能转身为人 百机成神了 对了 左龙大人 您看到小五的妈妈了吗 我来晚了 没有及时救下阿柔 他在临死前 向我做出了献祭 我已经保存好他的灵魂 今后还有复活的机会 仗集说到阿柔 向小苏献祭后 大名二名便赶了过来 左龙大人 柔仪真的有复活的可能吗 那是当然了 放心吧 阿柔肯定能复活 而且还能成神 左龙大人这是什么 我以为你们体内 注入一道左龙之力 可以提升你们的血脉 进一步提升你们的修为 多谢左龙大人 时间不早了 我也要回去了 近几年 我会把小五流 在这里交给你们照顾 六年后 我再来星斗大森林 接他出去 你们好生修炼 不要让我失望 左龙之力 难道是左龙大人现世 这难道是迎龙王 古约纳苏喜吗 拜见左龙大人 左龙大人降临 小女子有失远迎 望大人恕罪 起来吧 你伤势还没好 不必心思大理 大人 小女子其实有一事相求 你不用说了 是不是想要我用 左龙之力助你治疗 我给你便是 谢谢左龙大人 就在小苏跟古约纳 谈话之时 比比东一行人 开始着急起来 怎么回事 小苏不会出事了吧 小苏你快出来吧 别让我担心了 我们回家行吗 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 我要去救小苏 越观鬼魅 若是夜色降临 小苏还没有出来 你们就回去 本座要去找那两头十万年回收算账 若是在一个月后 我还没有回来 你们便告知大功奉 让他另选贤呢 教皇大人不可 教皇大人 要不我们还是和你一起 去寻找小苏大人 怎么 你们现在连本座的命令 也不听了吗 朱下不敢 那就服从命令 朱下遵命 小苏大人 你快点回来 千万别出什么事 否则教皇大人 就要为你涉险了 纳尔姐姐 你现在伤势如何 能否跟我一起出去 回祖龙大人 虽说刚才借助您的力量 觉醒了沉睡的祖龙之力 但我的伤势 还是很严重 目前还不能离开这里 看来 古约纳的伤势 的确很严重 要不然也不会在数万年后 才能完全苏醒 既然如此 那就算了吧 等我以后有时间了 再过来看你了 祖龙大人 您放心 只要我能出去了 一定会去找您 待在您身边的 那我就先走了 记得帮我多照顾一下 泰坦巨猿和天青牛马 小苏 你终于出来了 你再不出来为师 就要冲进去拼命了 老师 让您担心了 不过 你看我这不是没事吗 没事就好 走 老师带你回家 比比东一行人 没想到的是 除大供奉千道流和二 供奉金额斗罗外 其余众供奉 早已在教皇殿等候多时 你们聚集在此 究竟所为何事 比比东 你在死亡 侠谷指挥不当 让我武魂殿 损失了两名 封号斗罗 和几十名 魂帝以上强者 你是不是要给个说法 当初教皇之位 交给比比东 我就不赞投 你们看 出事了吧 该死的三供奉 和四供奉 不就是两名 普通封号斗罗 和几十名废物呢 难道我家 动而秀为大长 还不如带群废物 一天就知道 瞎比比 一点本事都没有 还有这个傻妙 你忍什么 幕府就开尴 我就不幸 还收拾不了这些垃圾 我又何尝不想 硬气一点啊 我刚继承教皇之位 没有做出什么 突出的事迹 没有话语权啊 不过小苏说的也对 看来 我要改变一下 我的形式做错了 你们都说完了吗 牛逼 这才是我的冬儿 在他们气势 最高昂的时候 一鼓作气 将他们全部拿下 我们说完了 不知教皇大人 打算如何接受惩罚 一笔东一行人 刚从星斗大森林回来 就被重共凤围着批斗 不知三共凤 想要本座接受什么惩罚 难道是主动让位 让你的亲儿子 拓拔西坐上 叫皇之位吗 别说是牺牲养 名普通封号斗罗 就算牺牲再多的人 这一趟 死亡侠谱之行也值了 想要我下台 可以 只要你们打过我 让给你们又如何 95级 十万年红环 此时此刻 几乎在场 所有人的立场 都发生了转变 尤其是那些 保持中立的供奉 纷纷心生支持 比比东的念头 你的回位等级 怎么可能 三供奉 你还有何话可说 如果你觉得能战胜我 那就来吧 他为何突然变得 如此强势 难道他之前的诺裸 都是装出来的吗 你们 还有什么问题吗 顿时在场中人 无一人感言 好 既然你们都不说话 那本座就当你们默认了 三日后 我将召开全体会议 制定五魂殿机后的 发展计划 柔宜 我算下小五 现在应该已经转身为人 我们是时候去一趟 星斗大森林了 真的吗 小苏 真的 其实我早该带你醒来的时候 就带你去见小五的 小苏 老师 你来得正好 刚好我有事找你 怎么了 又手痒了 没有 我想出去走走 去吧 你不是经常出去耍吗 晚上早点回来 老师我说的出去走走 是离开五魂殿 在斗罗大陆 其他地方闯荡 你要去哪里 去多久 不知道 到处逛逛 有可能是几个月 也有可能是几年 不过老师你放心 我会经常回来的 多久回来一次 老师 你同意让我出去了 小傻瓜 我当然同意了 你也老大不小了 是该出去闯闯了 谢谢老师 我尽量一个月回来一次 到时候 我或许还能带几个天才回来 让他们加入五魂殿呢 把天才带回五魂殿 这不正好 是我现在迫切需要的吗 只要你能把天才带回来 你想把为师怎样都可以 老师 您放心 我一定多带几个回来 帮你满意 到时候 你可不能赖账 你这小鬼头先做到再说 小五 大明 二明我来了 赶紧出来迎接我们 祖龙大人 您来了 咦 你们两个怎么转身为人了 不是告诉过 让你们渡凶兽结成什么 祖龙大人您误会了 我们这是画形 本体还是天星牛莽和泰坦巨猿 小五人呢 祖龙大人 小五姐在一个月前 就选择自己离开星斗大森林了 一个月前就离开了 你怎么不拦着她 祖龙大人 你也知道小五姐的脾气 我们也拦不住啊 祖龙大人 几年不见您又变帅了呀 还是娜娜姐有眼光 十几级了都没人夸过我帅 小苏和众兽寒暄几句后 便来到了诺丁城寻找小五 我记得原助理小五离开 星斗大森林后 去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诺丁城初级学院 希望唐三这会儿还没入学 你是什么人 我看你不是我们学院的人吧 我是来找人的 找人 你找谁 我找小五 我们这边没有这个人 你快滚吧 没有 怎么可能 不过这家伙的语气真欠揍 这是一个老者带着六七岁的小男孩 走了过来 小苏为了寻找小五来到了诺丁城初级学院 没想到竟然遇见了唐三 站住 你们又是谁 这位小兄弟 我们是从圣魂村来的 这个孩子是我们村子送来的公读生 原来他就是老杰克 这个小男孩就是唐三 真是冤家路窄 啥时候圣魂村也产生有魂力的人了 我记得学院已经好久没收公读生了吧 你有证明吗 证明我们之前已经通过飞机快送送过来了 这个少年先天满魂力时机 拥有蓝眼草五魂 什么时候废五魂都能产生先天满魂力 十级的天才了 老头你就算是要造假 也造个让人相信的证明啊 唐三进入诺丁城初级学院事件处发 选择一 教训少年 让唐三顺利进入学院求学 并将其收为小弟 奖励天机伞 选择二 教训少年 让唐三顺利进入学院求学 收他为徒 并将其培养成功巨人 奖励唐门绝技 选择三 旁观 无视 奖励魂还年限提升一千年 还是选择将唐三收为徒弟吧 唐三叫小五师娘的情景 似乎比较大嫂 更有一丝点 正在小苏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幻想中时 一旁的老杰克早已怒不可遏 你这不是故意刁难人吗 小三我们走 两位且慢 小哥 不知你有何事 我带你们进去 你算什么鸟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我算什么鸟 三十五级魂尊 这男子看着比我大不了多少 既然已经是一名魂尊了 这天赋太恐怖了吧 魂尊大人 小得有眼不识泰山 怕了吧 小爷实际上已经五十级了 我只是怕吓着你 用祖龙之力掩盖了真实修为二组 除非封号斗罗 谁也看不出我的真实等级 怎么回事 拜见大师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这位公子 你应该不是我们诺丁城初级学院的人 不知道如何称呼 这是玉小刚 他怎么这一身打扮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太紧的 不过为啥他不认识我了 难道是因为我现在长大了更帅了 我叫乔峰 我的确不是诺丁城初级学院的人 不过 很快就是了 你是来求学的吗 不 我是来当老师的 不知以我的资质 可以在诺丁城初级学院当老师吗 当然可以 我们诺丁城初级学院欢迎你 我刚才听这个学生喊你大师 你是那个号称理论无敌的大师吗 没错 我就是大师玉小刚 怎么 你是我的粉丝 这家伙还真是自恋 我不是你的粉丝 只是听过你的伟大世纪而已 没想到我现在的名气这么大 连这种天才都听过我 敢问小兄弟听过我什么世纪 听说你无耻下流 而且还是个老渣男 没想到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 小家伙 你以后拜师可不能找这样无耻之人 那简直就是废物 小子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难道说的不是真的吗 你少在我这装逼 你那些过世 我评论区大哥连起来能出一本书 小家伙走 我带你进去 从今往后 你就跟着我混了 小三你还在等什么 还不拜师 这一定是玉小刚最憋屈的一次 唐三竟然选择拜小苏为师 唐三拜见老师 恭喜宿主成功收唐三为徒 奖励唐门绝技之暗器白解 还望宿主继续努力 尽量将唐三培养成功巨人 好徒儿 快拍起来 多谢老师 小三 等为师应聘导师后 就给你直接转正 成为诺丁城初级学院的学生 乔峰你等着 只要有我在 你就别想在诺丁城初级学院应聘导师 随后玉小刚就来到院长王丰办公室告状 不料刚好被赶到的小苏听到 这不是大师吗 你不是在大门口吗 跑来这里干嘛 我刚才好像听到有人在说我话话 乔峰谁让你进来的 保安呢 怎么随便放人 你说的那个保安 随便给点金魂币就搞定了 小子 你就是乔峰吧 年纪轻轻就这么狂 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敢问院长 我狂在哪里 好家伙 老师还真霸道 都敢直接和院长应刚 难道不怕无法担任导师职位吗 你不为自己想想也为我想想啊 小子 你怎么说话的 闭嘴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再敢多言 小心我揍你 卧槽 老师这么牛批的吗 简直是我的偶像啦 乔峰是吧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 还是请回吧 小刚 你先出去 我倒要看看他要玩什么花样 小三 你也出去 小子 人都直开了 你就直接开门见山吧 玉小刚那个娘们 只不过是我闲暇至于一种 讨厌情操的工具而已 这种天才少年我可不能得罪了 看来院长也是明白人 既然如此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小人王峰 拜见主教大人 我当初离开武魂殿时 随手拿的令牌还真好使 下次拿叫皇令试试 王峰 本座可以入职了吗 当然可以 我这就为您办理入职手续 那倒不必 走正常程序即可 本座不想别人知道真实身份 尤其是玉小刚 明白吗 是 小的明白 还有本座的学生唐三 是圣奔春来的工读生 到时候 你直接给他转正即可 后面的事情 你就不要管了 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即可 至于玉小刚 若是可以的话 好好发挥你的长处 好生伺候着 让他明白人生的乐趣 记住要往死里疼 是 小人明白了 不愧是红衣大主教 这么快就看出了 我和玉小刚的真实关系 既然大人都发话了 那我也要加把劲才行了 老师 您入职成功了 那是当然 你也不看看为师的本事 若是连一个小小的初级学院院长都搞不定 怎能当你的老师 我就知道老师最厉害了 你小子有前途 好好跟着为师会 到时候教你一些本事 学生一定会认真学习 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你的第二武魂是浩天锤吧 老师 你怎么知道我有第二个武魂 你一个小小的蓝银草武魂 怎么可能让你拥有 先天满魂力十级的超强天赋 哪怕你的蓝银草是变异武魂 也不可能让你的天赋 拥有如此恐怖的提升 还是老师厉害 学生佩服 过段时间我带你去猎杀魂兽 获取魂环 你不是想最后再为浩天锤附加魂魂 无限增强浩天锤威力吗 有我在你就别想了 谢谢老师 接下来我就算正式入职了 回你的宿舍去吧 你的室友们都叫到我这里做个自我介绍 我记得小五如果已经来的的话 是跟唐三一个宿舍 刚好这样说不定能找到小五 眼前这个男人不仅收唐三为徒 竟然还抱过小时候的小五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新老师萧峰 为什么我感觉这个帅气逼人的面孔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小五 你一会儿回去收拾一下 我重新给你换一间宿舍 老师竟然认识他 不过我刚见到这个女生的时候 心中也有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可能老师也有这种感觉才对他优待吧 他怎么知道我叫小五 难道他真的认识我 我才刚从星斗大森林出来 应该没有认识的人啊 老师你们认识 当然 在他小时候 我还抱过他呢 难道他是小苏哥哥 对 我想起来了 他就是我的小苏哥哥 小苏哥哥来找我了 小苏哥哥 小五 好久不见 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活泼可爱 还有点心仪的女孩子 就这样被我自己的师父截胡了 她当初收我为徒 是不是刻意为之 或者当初是掐转时机与我碰面 不可能 这一定都是巧合了 走吧 我们现在就去新宿舍了 可是我的东西还没有收拾呢 别收拾了 估计也没啥东西 到时候我们去买新的 喂 你叫做唐三是吧 乔五姐和乔老师是啥关系 不知道 乔老师不是你的老师吗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小子恐怕是不想让我知道吧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我也是今天才拜师的 这小子有没有眼色啊 没看到老子正烦着的吗 原来搞了半天 你是人家乔老师在外面剑的 难怪不受代谢 你闭嘴 从现在起我就是老大 你要是不服气就尽管来 若是让我再听到今日之事 有你好果子吃 小苏哥哥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是谁不听话 提前一个月自己一个人跑出来了 要不是我提前来了 你就被唐三那小子占便宜了你知道吗 对不起小苏哥哥 实在是星斗大森林太无聊了 祖龙大人 我可以出来看看小五吗 柔宜 你们现在还不适合见面 祖龙大人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相见 你还很虚弱 虽然能靠着祖龙之力现身 但不能维持太久 在这种情况下 经常出来不但照顾不了小五 时间长了 还会伤害到你的零食 好吧 请您一定要帮我照顾好小五 谢谢祖龙大人 就在小苏和小五连续几天 都沉浸在重重的喜悦中时 另一边玉小刚却找到了唐三 唐三 自从你入学以来 小峰是不是不管你 关你什么事 这个死太精到底想干嘛 唐三你别着急 我对你没有恶意 我是来帮你的 这是进入图书馆的出入证 今后你可以利用闲鱼时间 在图书馆干点杂火 能让你获得不少收入 我这几天找过很多兼职 都没有合适的 他这也太及时了吧 不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更不会无缘无故掉馅饼 他肯定有事找我 无功不受禄 我还是自己找吧 我果然没看错 他果然是个心智成熟的男孩 你别误会 我真的对你没有恶意 眼前这个太监就是玉小刚 为了报复小苏 天然来测反唐三 根据我的观察 乔峰来诺丁城 初级学院的目的 是为了小五 收你为徒可能是巧合 或许在他眼里 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弟子 而是一枚棋子 大师 你这是何意 唐三你还不明白吗 他只是拿你当玩物而已 否则他为啥不管你 如果可以的话 你还是少接触乔峰 我总感觉他对你有所图谋 我明白了 小三 你第二武魂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是双生武魂 区区蓝银草 怎么可能让你先天满魂力时级 你不用怕 这个世上 估计只有我能凭借我的无敌理论猜出来 我的第二武魂是号天锤 什么 他难道是唐套的儿子 我知道乔峰收你 为徒到底有何图谋了 他是想利用你找到你父亲 这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你父亲叫唐套吧 家父确实名叫唐浩 那就对了 这个乔峰应该是武魂殿的人 武魂殿怎么了 武魂殿不都是维持正义的好人吗 你可能不知道 你父亲和武魂殿有深仇大恨 武魂殿这几年一直都在找你父亲 想要将其铲除 若是我没猜错的话 乔峰收你为徒的目的 就是为了引出你的父亲 我父亲到底和武魂殿有什么深仇大恨 并非我不想告诉你 只是现在告诉你 只会害了你 等你有实力后 你父亲想必会主动告诉你的 谢谢你小刚老师 我现在就去和乔峰断绝关系 不可 如果你贸然断绝师徒关系 定会让他产生怀疑 这样反而对你不利 据我观察 这个乔峰在武魂殿的身份应该不低 若是可以的话 你可以尝试套他的话 或许他能帮你解决双生武魂的弊端 双生武魂还有弊端 是的 双生武魂虽然能让你拥有极高的天赋 但同样有弊端存在 那就是武魂冲突 幸好武魂殿教皇 也是一位双生武魂魂师 你现在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通过乔峰来获取解决弊端的方法 我明白了 我一定会想办法从乔峰口中套出来 乔峰啊乔峰 接下来有你难受的了 浩天勉价 希望你不要怪我 这个乔峰确实可疑 应该是武魂殿的人 我也是为了你好 唐三听了玉晓刚一阵忽悠后 便找小苏质问 老师 请问我还是不是你的弟子 这感觉不对啊 这小子怎么突然这么晚 难道出意外了 是啊 你是为师弟子的 可你这几天为何对我不管不顾 也不教我如何修炼 更不带我去猎杀魂兽 原来是这样 小三 你说啥呢 为师怎么会不管你 为师这几天 一直都在给你制定修炼方案呢 给我制定方案 我倒要看看 你能玩出什么花样 你的第一武魂是蓝营草 为师就觉得 你可以走控制系魂师的路线 随后小苏就给唐三讲了起来 难道是我误会老师了 他真的给我制定了方案 你回去准备一下 我们明天就要出发 为你猎杀魂兽了 对了 你的兼职找到了没有 师傅 太监老师帮我找了一个图书馆的兼职 不对 是玉小刚老师 这院长不行啊 我明明打了招呼 不让唐三在学院找到兼职 就算有也是扫厕所之类的 看来这院长还要敲打敲打 什么 你怎么这么不懂为师的心 你竟然接受了别人的帮助 身为男人 你要学会用自己的力量去争取 而不是依靠别人 这就是我一直没帮你解决生活费的原因 这该死的玉小刚 自己是个太监就算了 既然还想祸害你 让你慢慢丧失斗志 有什么冲我来 别动我徒弟啊 都怪老师跟玉小刚之间有过节 连累到你了 老师 这不怪你 都是我心智不坚定 听信了小人的谗言 我现在就去和玉小刚断绝关系 幸亏我长了个心眼 试探性的前来验证 否则还针上了玉小刚的道 那倒不必 他这样做定然是对你和威师有所图谋 你就扬装成信任他的样子 他不是要玩吗 那我们师徒俩就陪他玩到底 玉小刚自以为自己成功离间唐三和小苏 殊不知小苏比他更会忽悠 玉小刚这样害我 如果我直接和玉小刚闹掰 那岂不是便宜他了 倒不如听从老师安排 先看看他要玩什么花样 小三 你先回去吧 等你获取魂房后 我们慢慢跟玉小刚玩 是老师 小苏 刚才那是谁啊 一个工具人吧 啥是工具人 这个怎么说呢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大傻叉就行了 老师 我来了 小苏哥哥 我们不是要出去玩吗 这个小傻蛋在这干啥 我的姑奶奶你说啥呢 这一句话 你怎么能当着唐三的面说 这不是故意拆台吗 小五我忘记告诉你了 这次出去玩 是为了给你们获取魂环的 小苏哥哥 我们不要带他好不好 我要和你关二人世界 小傻蛋 持续点不要跟着我们 小三可是我的学生 我这个当老师的 当然要带他获取魂环了 算算辈分小三也是你的晚辈 你跟晚辈叫什么劲 卧槽 我怎么又成晚辈了 我和小五好歹也是同学啊 小苏哥哥 你是说 我是这个小傻蛋的长辈了 当然了 我是他的老师 你又是我的家人 按理说 他应该叫你一声师母 不对 是师姑 那他岂不就是我的小师侄了 对啊 你身为长辈 是不是要照顾晚辈 小三 快叫我一声师姑听听 唐三拜见师姑 小侄子 你在路上要听话哦 唐三看见小五那可爱的样子 刚才叫他小傻蛋的无奈瞬间消失 反而心生羡慕之色 要是我也有这样的红颜知己就好了 小三 这条四百年左右的曼陀罗蛇 就是你的第一枚魂环了 接下来看你自己的了 什么情况 不是帮我猎杀魂兽 获取魂环的吗 为啥是我自己来 这四百年左右的剧毒型魂兽 实力相当于二环魂师 这让我怎么练杀 如果你连他也杀不了 就不配做我的弟子 我给你一刻钟的时间 若是超时了 你就等着挨罚吧 老师这一定是在考验我 我不能辜负老师对我的期望 小狮子加油 把这条臭蛇打残 老师我超时了吗 刚好一刻钟 算你勉强过关 你先把魂环吸收了 是 老师 小五 你愣着干嘛 还不去一旁偷偷把第一枚魂环凝聚出来 小苏哥哥 你怎么知道的 我啥不知道 快去吧 别浪费时间 等小三醒来 可就不好了 我感觉我的蓝银草任性有了提升 还带有曼陀罗蛇的毒性 这枚魂环真的太适合我了 师父 师姑他人呢 过去魂环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 老师你怎么不跟着过去 万一师姑出事了怎么办 你以为小五像你一样 猎杀一头四百年左右的魂兽 需要用一颗钟啊 等着吧 他比你强多了 刚好趁此机会 再打击一下唐三的自信心 顺便增加小五的神力感 让唐三对小五产生一种敬畏之心 免得我不再时 唐三对小五产生非分之想 小苏哥哥我回来了 我也成功获得了第一魂环 他竟然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看来我还是需要努力啊 来小三 把这个吃了 能让你的伤势好得快一点 这明明是身上搓出来的弥丸 小苏却给唐三说是疗伤药 这黑布溜秋的东西是什么 难道这是疗伤药丸 前世听长老们说越高级的药丸 越朴实无华 既然是老师拿出来的 那肯定不是普通的东西 没想到老师竟然把这种药丸 送给我疗伤 多谢老师赐药 不知这是什么药 此药名为身腿瞪眼丸 服用后可能短时间看不出来效果 但其中药力会慢慢地帮你巩固你的身体 在整个斗罗大陆 也只有我能拿得出来 极其珍贵 老师你将如此珍贵药丸 刺眼与徒儿 徒儿不敢收 无妨 这药丸为诗药多少有多少 这玩意就是老子身上搓出来的泥球 当然只有我能拿得出来 没想到师父如此厉害 看来我以后更要好好表现了 小三我看你刚才一直在使用暗器 而且造诣不浅 看来你对此不过有心得 但可惜的是你的手法有缺陷 老师说我手法有缺陷 不可能啊 我的手法在前世堂门中 那可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不可能存在缺陷的啊 怎么你不相信 知道暗器白解吗 我从系统获得的暗器白解是最完整的 他怎么和我说 老师你竟然有暗器白解的原本 还请老师指点 我前世所学堂门绝技 是堂门先辈根据残卷 加上自身体会经验重新整合而出 虽然挑不出多大瑕疵 但并不完美 看来想让我暗器手法再提升一个档次 就只能看老师的了 小样 还不是被小爷我拿捏得死死的 想学可以 等时机到了 为师自会教你 恭喜宿主获取唐三信任 奖励万年魂骨一块 走吧 我们再去猎杀一头魂兽 老师为何我们还要再猎杀一头魂兽 难道你忘了你还有一个五魂 对啊 我的第二五魂也可以获取第一枚魂了 小苏哥哥 人还可以有第二个五魂吗 当然了 人是五魂的容器 只要条件允许 别说两个五魂了 就算是三个 四个都可能 不会吧 天底下还有三身五魂 甚至是四身五魂的存在吗 小苏哥哥 真的假的 还有人能同时拥有这么多五魂 有的 只是你们见识太短 那小苏哥哥 你现在有几个五魂 目前只有两个 后面或许还会有第三个 甚至是第四个 什么 老师竟然也是双生五魂 而且后面还会有第三个 甚至是第四个 五魂不是天生的吗 难道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获取吗 谁说五魂是天生的 课堂上导师就是这么说的呀 人类的五魂都会来自于父母的传承 从初生起 就已经定了五魂的本质和数量 没错 人类的五魂是来自于父母的传承 但是你想过没有 这个传承是有起源点的 既然有原点 那初代魂师的五魂又来自何处 据我了解 世间还有很多方法可以获取五魂 只不过很少有人知晓吧 真的吗老师 那岂不是只要掌握了那些方法 就能拥有更多的五魂 看来我的心理暗示成功了 借此机会又在唐三面前塑造了一次神秘弹 只要我越神秘 唐三就会对我越近 没有你说那么容易 若是容易的话 这些方法岂会失传 甚至到了几乎完全消失的地方 就算成功了 也不代表是一件好事 武魂之间都是存在冲突的 在斗罗大陆历史上 曾出现过不少双生武魂魂师 但基本都过不了这一关 最后爆点望 小苏众人从猎魂森林回来后 唐三便被玉小刚叫去谈话 什么 你说乔峰也是双生武魂 老师说他还有办法获取第三 甚至是第四个武魂 想必你也没亲眼见过 他的双生武魂 你可别听他乱讲 而且武魂是天生的 又怎能通过其他方法获取 以后解决武魂冲突的办法 我来想 你尽快回去 跟他断绝关系 我还是要考虑一下再说 毕竟乔峰手上 现在有我想要的暗器手法 伸腿瞪眼丸等东西 这些东西玉小刚都不能给我 大师 你让我再想想 小三你还不明白吗 乔峰一直在坑你 你不及时 与他断绝关系 他只会越来越过分的 话虽如此 但我还是想再等等看 好吧 这是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决定 你怎么又来了 不是跟你说了吗 没啥事别来找我 老师我刚才去找玉玉小刚了 估计是玉小刚 给他说了第二五魂魂魂的问题 若是为师太的没错的话 他应该是以你的第二五魂的 第一枚魂魂为介络 又挑拨我们师徒俩的关系了吧 老师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他一直都在监视我 是不是很好奇 我为何会知道 徒儿确实不知 很简单 玉小刚也只有那点本事 为师掐指一算 就知道他在玩什么花花肠子 说说吧 他到底给你说了啥 接下来唐三把他和玉小刚的谈话详细地讲解了一点 这个玉小刚还真行 为了达到目的 还真是耗费了心机 你目前为止 是不是也以为玉小刚说的没错 学生当时的确产生了这种想法 其实他的看法的确是对的 但是你可知道 魂师的一生魂力等级提升最快的阶段是哪个阶段 学生不知 魂师在二十岁之后 魂力等级提升速度就会逐渐下降 年纪越大 提升的就越慢 如果能在二十岁前成就魂宗 未来成就封号斗罗应该不是问题 如果能成就魂王 那就是超级天才 又成为超级斗罗的希望 如果能成就魂帝 那就是妖孽 成神就在墙下 成神 老师这世界上真的有什么 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好多 世间本就存在神 只不过他们都以高傲自居 并非凡人所能遇见的 老师那神又是什么 他们很强吗 所谓的神基本上都是由凡人修炼而成 只不过是一群拥有强大实力的小人罢了 老师你说神基本上都是由凡人修炼而成 那我岂不是也有希望成神 这就是魂师为何要让你直接为浩天锤附加魂环的原因 因为你每吸收一枚魂环 就会让你的魂力等级提升一级 等你以后等级高了 这种优势就明显了 按照你现在的进度 你在二十岁之前 我有把握把你培养成魂王 甚至是魂帝 我记得当初唐三二十岁的时候 应该是魂帝 真的吗老师 不是真的为师培养你干嘛 如果你没有成神的潜力 为师根本不会收你为徒 谢谢老师 让你成神当然要看小爷我的心情如何 心情好就让你成神 心情不好 你就继续当工具人吧 因为小刚 老子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接下来我要好好修炼 最起码不能让老师失望 恭喜宿主再次获得唐三忠诚 忠诚度已达到百分之六十 奖励预见数 小三有几天没见了 有时间去我那喝喝茶聊聊天呗 抱歉 我没时间 什么情况 这才过了几天 唐三就这么对我了 你怎么了小三 这几天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有名字 我叫唐三 还有我以后不想见到你 这个玉小刚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天天来耽误我修炼 不知道时间就是金钱吗 小三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乔峰欺负你了 我去替你讨回公道 玉小刚 你少在这里跟我套近乎 我跟你不熟 小三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我们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说清楚 我能在这里给你好好说话 已经算给你面子了 我警告你离我远点 否则我给你这娘们打成猪头 听到唐三与大师争吵 周围看热闹的学生渐渐凑了过来 唐三你放肆 你当我说话是放屁吗 我就看着周围 都是人怕没了面子 没想到唐三真敢动手 唐三你竟敢打我 我身后有乔峰老师撑腰 还怕你一个玉小刚 打你怎么了 这都是轻的 你要是再敢纠缠我 就别怪我废了你 他竟然说废了我 这可是我一生之痛 我要杀了你 小三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大师 他虽然有点烦人 更是废物一个 但他好歹也是我们学院的教导顾问 纵然是他不对 你也不能动手 快去给大师道歉 大师对不起 我卢猛了 乔峰这一切都是你弄出来的是不是 你是不是气糊涂了 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也是刚来 不信你可以问问大家 就是啊 人家乔老师才来 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乔老师刚才还让唐三道歉呢 叶小刚怎么还反咬一口 明明我才是受害者 你们为何向着他说话 大师你也看到了 大家的眼睛是血亮的 你如果非要把事情闹大我也不怕 你尽管来便是 不过我怕你承受不了后果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难堪吗 那我就让你没脸见人 看来乔峰是在刻意为难我 既然事情已经落到这个地步 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反正我背后有院长老王撑腰 怕他干啥 乔峰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威胁 我可没这么说 不过你若是这么想 那我承认又如何 放屁如打雷 玉小刚 老子给你脸了是吧 怎么回事 老王 你可要为人家做主啊 这狗娘养的乔峰竟然敢打我 卧槽 虽然我是院长 学院里发生这样的事 我需要管一管 但是我哪敢得罪小苏啊 乔老师 这是怎么回事 也没啥事 就是这个废物故意找茬 刁难我而已 学校有规定不能自卫吗 看来小苏大人并不打赠给我台阶下 算了 我只能自己尝试找个台阶下 是这样的吗 众人虽然没有被画上眼睛 但依旧大眼瞪小眼不敢吱声 生怕院长事后找他们麻烦 可就在这时 一个人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 是的院长 我看到了 这小子可以 看来回头可以奖励一下 老王不是这样的 他在撒谎 你要为我做主啊 我也想为你做主 但是我没这个能力啊 小苏大人不是我能得罪的 我先带你回去养伤 等你伤好了 我再追究你闹事之据 小子 你做得很不错 随我去办公室 小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非常工 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 我是不是在哪里听过 你多少岁了 六岁了 能让我看看你的武魂吗 咦 你的武魂为何如此奇怪 好像只是一个亮点 难道这是 这玩意是啥武魂啊 看着比我的蓝银草还费 乔老师 不好意思 我的武魂太垃圾了 让您见笑了 小薇 你愿意拜我为师吗 眼前这个男人叫做微长公 他竟然是唐三师弟 什么情况 老师竟然要收他为徒 难道他的武魂很强大吗 乔老师 我真的能成为你的学生吗 什么 你不愿意 愿意 我愿意 恭喜宿主收图光之子 主角微长公 奖励光明圣心绝合 天地造化丹一枚 小薇 既然你已经入我门下 那就是一家人 这是天地造化丹 送我给你的礼物 谢谢老师 为啥老师给他的丹药这么好看 而我的身腿瞪眼玩乌鸡麻黑 老师给他的天地造化丹 一定没给我的身腿瞪眼玩好 毕竟老师说过越好的丹药 看起来越朴实无华 你快回去吸收丹药吧 这会对你有帮助的 老师你为何要收他为徒 他以后就是我的师弟了吗 师弟 你想多了 他才是我的徒弟 你只是我的工具人而已 小三我问你 你为何不听为师的话 要和玉小刚闹成这样 我之前不是说过 先不着急跟他叫板 要跟他玩玩吗 老师我错了 再有下次就不要做我的弟子了 微长公的事 不需要你操心 为师这样做自然是有你想不到的用力 并非你能揣测的 唐三明白 不会有下次了 既然和玉小刚已经撕破脸了 那以后碰见他就不要给好脸色看了 出了事 为师帮你兜着 我知道了老师 你回去面壁反思吧 老师 我吃了你给的弹药 现在已经时及了 给我借老师 无妨 这是为师应该做的 小五 这是你师职为长公 你以后可要好好照顾他 小微小五 这里是五分店 你们先在这里休息 我去去就来 也不知道我家大傻妞 见到我的时候 会不会哭出来 此时的比比东突然听到 心中久违的声音响起 这臭小子终于回来了 我怎么可能会哭出来 我可是教皇 多儿我回来了 你可算回来了 在外面的生活怎么样 很苦吧 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这么久不见 不应该抱一下 然后再 你问问后面那剧情作者 敢做出来吗 老师你可能有所不知 我在诺丁城魂师学院 当导师了 你还有脸炫耀 外面这么多选择 你非要去那鸟不拉屎的地方 当导师 这要传出去 我老脸往哪放 你去那鸟不拉屎的地方 当导师干啥 待在我身边不香吗 当然是待在你身边舒服了 但是当导师也有乐趣 而且我已经发现了天才 并且给你带回来了 就诺丁城那个破地方 能有什么天才 还不止一个呢 一个是小五 一个是我新收的弟子 小五 你是说当年那只十万年魂兽 对的老师 他现在就在诺丁城魂师 初级学院上学 先说好了 你可不能打小五的主意 放心吧 为师答应过你的事 自然不会忘记 我就知道我家冬儿对我最好了 希望你能记得吧 不过也没事 只要小五一直待在我身边 冬儿也不可能有下场的机会 大不了以后给他几个神赐魂欢得了 我在你心中 就是个不信守承诺的人吗 看来以后要对小苏更好一点 半年多不见 信任度都降低了 这个女人好像在哪里见过 而且她的眼神好可怕 这是要吃麻辣兔头的节奏吗 小苏哥哥 这位是 小五 这就是我的老师比比东 原来他就是当年那只十万年柔骨兔 原来你就是比比东阿姨呀 难怪小苏哥哥经常给我说 你是斗罗大陆最美的人呢 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 这小姑娘太会说话了 小五真的吗 小苏真是这么跟你说的 真的 小苏哥哥说 你是他最重要的人 在他心目中 你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果然没有白味 那家伙长大 小五你嘴巴真甜 看来平时没少受 我家小苏影响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不信你问小苏哥哥 这下 他应该不想吃麻辣兔头了吧 那小五旁边 这位小兄弟 就是我家小苏新收的徒弟了吧 听过小五一阵拍马屁 比比东终于不再想着吃麻辣兔头了 微长公拜见师公 既然你是小苏的弟子 那就亮出你的武魂吧 让我瞧瞧你的天赋到底如何 是 十三级 果然是个天才 小微你能告诉我 你这武魂是什么吗 回师公 我的武魂是光 天底下 还有光这样的武魂吗 光不是无处不在吗 又怎会成为武魂 老师 你是不是很疑惑小微 为何拥有如此神奇的武魂 你知道是为何 那是当然 要不然我又怎么会轻易收徒呢 所以他的武魂 到底有什么奇特之处 小微的武魂 其实是一种强大的变异武魂 只要有光的地方 他的武魂就会得到增幅 以他的天赋 后期是有百级成神可能的 小苏这话可不能乱讲 他的武魂虽然神奇 天赋也不错 但想要百级成神 怕是不可能吧 老师我就是随口一说而已 你大可不必当真 百级成神很难吗 我若是想成神 也就是分分钟的事 如果我记得不错 小微当初好像是 至高无上的光明神 对啊 差点忘了小苏 可是神使 当初击杀死亡猪黄的时候 还爆发出神的力量 既然他说 微长弓斤后能成神 应该是错不了 你这小滑头 这样的话 以后可不能乱说了 要不容易被人笑话 老师我知道了 小苏哥哥 我们这次是要去哪啊 我带你们去一个 叫史莱克学院的地方学习 那是什么学院 武魂殿不好吗 我们为啥要去史莱克学院 去史莱克学院 自然有我的用力 去了你们就知道了 那里可是有不少天才呢 那我们这次 为啥还要带上这个小傻蛋 有个人拉车不好吗 老板麻烦给我开几间房 先生十分抱歉 我们这里只剩下一间房了 这大康经理不错 是个明白人 一间房 一看就知道 这位先生是外地人 第一次来索托城 你别看我们这里酒店多 其实这个时间点 早就住满了 一间就一间 大不了我们挤挤就是了 那不行 还有小微呢 师父我不在意的 滚蛋你不在意我还在意呢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不你就自己想办法 要不你就去天桥底下 陪唐三一起磨练新进去 他一个人可是寂寞的很 师父我现在就自己想办法去 王经理 这间房应该是我的吧 原来是戴公子来了 我这就为你拜手续 偶遇戴木白事件处发 选择一 暴揍戴木白 让其滚回去 奖励神赐魂缓环一枚 选择二 教育戴木白 让其知难而退 奖励万年魂鼓一块 选择三 主动让出酒店房间 当的老好人 奖励魂缓环年限提升一千年 这还用选吗 第三个选项明显不是我的风格啊 既然戴木白已经出现了 那我刚好在去史莱克学院 当老师之前 先树立点微信 好像是我们先来的吧 你算什么鸟 赶紧滚蛋 那你又算什么鸟 既然敢跟小苏哥哥这么说话 我看该滚的是你呢 好火辣的小姑娘 要不你今晚跟我吧 我可比她强多了 戴木白就是这么一个货色 这也太让我失望了吧 好你个灯涂浪子 看我怎么收拾你 小五 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 你不要插手 那小苏哥哥 你可要好好收拾他一顿 两位有话好好说 千万别再这动手啊 小子你很狂啊 我看你也是个魂师 要不我们打伤一场 只有我赢了 这小妞就让给我 要是你输了呢 本校从来都不会输 好大的口气 这样吧 小爷也不为难你 你要是输了 就给老子从这里滚出去 眼前的戴木白究竟有多嚣张 竟然想跟主角动手 想让老子滚出去 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可恶 无自量力 怎么感觉软软的 我好像只受了点内伤 我现在防御力这么恐怖了吗 这位兄弟你赶紧起来吧 都快压死我了 小三 没看到魏师正在出手教训他吗 谁让你当肉店的 给我跪下 我咋这么倒霉啊 天桥底下那么冷 我就想着来找床被子 没想到刚进来就遇到这事 老是我冤枉啊 我刚进来就被他砸了 那你起来吧 要不是这个家伙 我至于被老师惩罚在这么多人面前下跪吗 这个仇我记住了 好汉不持眼前规 等我回去叫赵老师再来帮我报仇 小子你等着 我再莫白说话算话 任务完成 神赐魂还你到账 请注意查收 你有种回来啊 别跑啊 刚才不是挺嚣张吗 老师 我去追他 追个屁 你一天天就知道追 王经理刚才让你受惊了 现在可以给我们办手续了 我这就为你们办理 对了 你刚才不是说只有一间房吗 这样吧 你看看还有没有能住的地方 让我徒弟住下 我们这里确实没有空房间了 不嫌弃的话就住茅厕吧 总比流落街头强 小三你也听到了 酒店里面只有一间房了 今晚也只有将就你一下了 老师我没事 我睡哪里都行 您不用管我 老师真是太贴心了 原本让我住天桥底下磨练心境 以增强实力 现在给我安排了个 既能磨练心境又能遮风挡雨的地方 想必我的实力又会突飞猛进吧 小苏哥哥 这就是你说的史莱克学院 我怎么看着像收破烂的地方啊 收破烂的地方 难道你是说我们都是破烂吗 抱歉 小孩子不懂事 小五你说啥呢 史莱克学院可是斗罗大陆最好的学院 后面你就知道了 我们安心排队便是 先交报名费 十个金魂币 不合格 你们可以走了 为什么 我的孩子这么优秀 你们连个剑魔都没有 我们这里只收13岁以下 魂力等级超过21级有剑魔的孩子 那金魂币能退回来吧 一经报名 盖部退还 请回吧 你们这不是在骗人吗 难道我们没有剑魔的角色就没有希望了吗 木白交给你了 想要报名费 那就打赢我再说 你们欺人太甚 知道打不赢就快滚 好大的口气 那就让小爷来领教领教你的高招 这不是老熟人吗 这不是昨天晚上被小风哥哥暴揍的坏蛋吗 你怎么在这 木白怎么回事 李老师没什么事 就是昨天和他们产生了点矛盾而已 既然是矛盾 那就当场解决吧 刚好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史莱克学院学生的天赋 到底有多逆天 卧槽 我总不能说我打不过吧 就凭他也敢跟我们动手 也不知道是谁昨天被我的小苏哥哥暴打一顿 看样子木白与他们的矛盾确实不小 而且小姑娘口中说的小苏哥哥 应该就是眼前年纪不小的青年 既然能击败戴木白相比有点能耐 木白这小姑娘说的都是真的 学生的确不是他的对手 你能在这个年龄击败木白 天赋也算不错了 只不过可惜了 你的年纪太大了 不是和来我们史莱克学院求学 不过你身后的三哥小友我看可以 来把金魂毙交了吧 小苏带唐三众人加入史莱克学院 但木白竟然不愿意 李老师这不合适吧 木白 难道你忘了学院的规矩吗 我不管你和他们有什么恩怨 只要他们是来求学的 并满足我们要求 就让其入院 这一点想必你自己也知道吧 我知道了老师 你们史莱克学院怎么能让他们插队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能插队 小子别浪费时间 想要入学就赶紧交报名费 那如果我们不交呢 老师你是不是身上金魂毙没得够 我身上有 你要不先拿去哦 我怎么可能拿不出三十枚金魂毙 主要是朱竹青和宁荣荣刚好也来了 我这是想要在他们心中留下一个神秘的印象 借此机会为我自己造势 你什么意思 难道想要破坏我们史莱克学院的规矩 这小子要找茬 这下有好戏看了 找师还不至于 据我了解如果我是史莱克学院的导师 那我的弟子就顺其自然是学院的学生 既然都是一家人 那就不需要交报名费了吧 难道他是来当导师的 你小子什么意思 很明显 我是来史莱克学院应聘导师的 他们是来当学生的 你放心 他们绝对符合史莱克学院的要求 你来当导师 那你可知道我们史莱克学院 对导师的最低要求是魂帝吗 你才多大 怎么可能已经达到了魂帝境界 更何况我们史莱克学院 根本不缺导师 你是想说史莱克学院导师 比学生多是吧 是又怎样 我们这也是为了保证教学质量 就因为如此 才让我们史莱克学院 培养出一波又一波的优秀学生 李老师你别激动 正因如此 我才看中史莱克学院的未来 才打算加入史莱克学院呢 老李怎么回事 院长 这个小兄弟说 想要进入我们学院当导师 不知这位小兄弟 可知我们史莱克学院 招收导师的要求 刚才李老师已经给我说了 虽然我现在还只是魂王 但我也没差很多 并且我有教导学生的经验 他们三个都是我的徒弟 你们三个给院长展示一下 小五十二岁 二十九级强攻系战魂师 五魂柔骨兔 微长弓十二岁 二十九级控制系战魂师 五魂柔 唐三十二岁 三十三级控制系战魂尊 五魂蓝营草 这个小苏看样子 应该没比我大多少 能教出这三个天才 看来他一定更强 这三个人确实都是天才 特别是还有个十二岁的 三十三级战魂尊 而且是百年一环 千年二环 万年三环 这魂环配置也十分逆天 能教出三个这种妖孽 看来这个人有点实力 都收起来吧 接下来的考核你们就不用参加了 院长难道他们连最后一项考核也不进行吗 这种天才难道还需要进行实战考核 就算他们没有实战天赋 我也要把他们留下 这样的天才去哪里找 不用了 我相信这个小兄弟 多谢院长信任 那我现在有资格担任史莱克学院的导师了吗 敢问小友多大了 今年刚满十八 一个十八岁的古时级魂王 看来他才是其中最有天赋的 小友当然有资格 史莱克学院欢迎小友 随后当然是所有有建模的角色都加入了史莱克学院 乔峰你出来 果然还是找来了吗 出来吧 不愧是明阳斗罗大陆的浩天斗罗 你就是唐三的父亲唐浩吧 他是如何知道我真实身份的 不说有点能耐 你是怎么认出本作的 很难吗 拥有浩天锤武魂 而且姓唐 还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 除了被武魂殿追杀了十几年 我已经想不到第二个人了 我好歹也是明阳斗罗大陆的封号斗罗 很多有点名气的强者 见了我也会表现出紧张的样子 没想到这个只有十八岁的小家伙 心智竟然如此成熟 不错的推理 你可知本作叫你出来所谓何事 由于唐三常年被小苏欺压 唐浩终于找上门来 有什么事你明说便是 虽说小三已经拜你为师 你也在尽心尽力地传授 而每个人教导的方式也有所差异 对此我本不该过问 我只希望今后你能对小三好点 你是觉得我对小三不好 那倒不是 只是觉得你的方式有点 小三是我的学生 我自然有独特的教导方式 你不必过问 你若是想让小三能在短时间内 成为一名强者 那就按照我的方式来 要不然你就另请高明吧 我好歹也是一位成名已久的封号斗罗 这小鬼竟然连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你未免太嚣张了吧 别以为自己有点本事就目中无人 虽然我明面上不是他的对手 但我有神光体验他 我还怕一个小小的唐浩 唐浩你若是真心为小三好 就不要质疑我的教导方式 既然我是小三的老师 那我们就是平辈 你也没必要在我面前装前辈 我不吃这一套 这小子真欠送 不过还有点意思 你真以为本作不敢对你动手吧 本作给你留点面子 你还蹬鼻子上脸了 我得看看浩天斗罗 到底有多少能耐 本作就让你瞧瞧 浩天锤也不过如此 这小子的武魂不是那个什么一伙吗 难道他也是双生武魂 而且还有两枚十万年魂环 你这两枚十万年魂环怎么来的 你说呢 你有病吧 本作问你呢 你就算不想回答 也不至于这么不给面子吧 小爷为啥要给你面子 你想要得到小爷的尊重 那就拿出点本事 别在我的面前乍乍乎乎的 好久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 今日本作必揍你 虽说我没使用任何魂技 但我凭借我的魂力优势 他应该被我一锤子砸飞才对啊 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能扛下来 好小子 果然有点能耐 难怪敢和本作叫板 小三教导你手中我很放心 既然你有独特的教导方式 那就依你便是 赵老师 上次我给你说 欺负我的那个乔峰 已经进入学院当老师了 暂时来课学院招出老师的要求 可是最低魂帝 上次你不是给我说 他看着也就十七八岁嘛 你见过十七八岁的魂帝吗 老师这就说来话长了 这个乔峰有点本事 随后戴木白不仅将白天的事 向赵无极讲述 甚至还原创了一点 我说他不配做我的老师 我只认赵无极老师 他说赵无极是个什么东西 根本跟他比不了 我反驳了他 他竟然想揍我 尽亏后来院长来了 他就转移了话题 我一开始以为 只是你们小辈思想矛盾 没想到这个小苏 竟然是这种人 我要去找院长聊聊 依我看我们 还是先不要去找院长 毕竟小苏带来了 那么多天才 院长肯定会袒护他 到时候影响到 你们的关系就不好了 我们还是暗中行动 先看看他下一步怎么做 今天是你们第一天上课 你们选择一个老师吧 我们三个当然选择 我的小苏哥哥 我先说明 我对徒弟的教导是很严厉的 而且可能会很苦 这点唐三知道 我希望你们如果找我学习 自己一定要想清楚 考虑好的话 随时来找我 老师的本事很多 机会只有一次 失去这次机会 就在也没有任何机会了 我能有今日的成就 都是老师所赐 你们好好想想吧 小苏老师虽然严厉 而且治病的训练也很苦 但也是为了我们好 想要快速提升实力 吃苦是难免的 赵老师对不起 我觉得小苏老师的训练 方法更适合我 看来我要做点表态了 否则人都被那个小苏带走了 我选赵老师 赵老师教了我很久 我今天的成就 也同样是赵老师给我的 这就是家族 为我选的那个 风游未婚夫吗 既然如此 我选小苏老师 朱青 不要叫我 我不认识你 骄傲 胖子看来就剩我们了 我相信在赵老师的指导下 但老大其实我们 赵老师对不起 怎么连你们两个也都这样 赵老师平常 带你们可不薄啊 为什么他们会不选择我 奥斯塔和马红俊 可是我看着长大的 就算没有师生情 也要有亲情吧 是啊 我们选择小苏老师 不就是伤了赵老师的心吗 木白算了 人个有志 或许小苏真的有些能耐 可以快速提升他们的修为 小奥胖子你们去吧 赵老师理解 我总不能为了这点小事 剥夺两个人 获得更好教学资源的权利吧 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 那我跟自私自利的小人有什么区 要无极让众人选择老师 没想到所有女性都选择了小苏 胖子小奥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若是你们选择小苏 我们之间的兄弟之情就此断绝 算了木白 不要抢破他们 我先回去了 你们自己慢慢选择吧 小奥怎么办 胖子我们还要选择吗 赵老师对我们恩仲如山 我们又怎能这么对他 我们这样做跟畜生有什么区别 对啊 机会没了 我们可以再走 但感情没了就很难再回来了 我们追上去 别让赵老师和代老大太伤心 赵老师你别伤心 小奥和胖子一定会站在你这边 你要给他们一点考虑的时间 木白谢谢你一直跟着我 这是我应该的 要怪就怪那个该死的小苏 如果不是他从中作梗 也不至于发生这么不愉快的事 这也不能全怪小苏老师 在某些方面我确实不如他 或许对你们年轻人来讲 他的确有不错的想法 可以让你们快速提升修为 可不能让赵无极产生这样的想法 否则我怎么借助他的手对付小苏 话不能这么说 小苏虽然有不错的手段 但是他人品不行 而且嚣张伐扈 目中无人 难道你不怕大家将这种坏习惯学会吗 赵老师你可不能就此妥协 这可不仅仅关乎着你的面子 更关乎着大家的未来 说的有点道理 看来我还是要重视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要想点办法吧 小苏赶出史莱克学院 这个人太过阴险 不能让他留在这里 这小子不就是想见我的手 除掉与他有仇的小苏 真当我是傻子呢 你知道院长有多喜欢他吗 这小子的天赋能加入我们史莱克学院 可是我们的荣幸 以他的天资 未来定人是封号斗罗 将他赶出史莱克学院太不理智了 赵老师已经看破了我的用意 看来我还是小瞧了 赵无极的智商 赵老师对不起我们刚才不该犹豫的 但老大你说的对 我们确实不能辜负赵老师对我们的照顾 快起来 你们这是干什么 好兄弟我果然没看错你们 走我带你们逛花楼 那还等什么 赶紧的吧 但老大不太好吧 我没去过那个地方 小傲放松点 到时候你就能体会到其中的美妙了 赵老师一起去吧 我就算了 你们去玩就行 老师小傲和胖子没有跟过来 这俩人在史莱克学院长大 与赵无极感情深厚 若是他们跟过来反而让我太失望了 可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将他们招揽过来了 为师心中有数 你等着瞧便是 老师我听见他们说还要去花楼 这就有意思了 你去叫他们索托城集合 就说今天第一次正式认识竹青和荣荣 为师代你们去索托城吃东西 庆祝庆祝 增进一下感情 大少你今天好厉害哦 今后记得常来 可不能让奴家等着急了 哟 好巧 你们这是刚从里面玩好吗 小苏老师你们怎么在这 此时肯定跟这个小苏有关 否则怎么可能这么巧 竹青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 你听我解释 滚开 我跟你不熟 我们刚才只不过只喝喝椰汁而已 没有发生那种关系 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与我有何关系 我和你最多也就是同学而已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做啊 你到底要让我怎么解释你才会相信我 我最讨厌你这种花天酒地的男人了 你们这种人简直就是败类 就算你不相信我也不能这样嫌弃我啊 我们之间好歹也有婚约 我可是你未婚夫啊 谁跟你有婚约了 但不把我告诉你 那个婚约我可是一直没有同意 这件事可并不是你说的算的 我们俩从小就被定下婚约 难道你还想违背家族的意愿吗 好一个家族意愿 婚姻乃是人生大事不可强求 既然不喜欢为何非要强求 主妻你不要怕 有我再没人能强破你 哪怕新罗帝国皇帝清零也休想 看来他已经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 既然如此 我也没有必要继续隐藏了 小苏老师 这是我们的家世 还望你不要插手 既然竹青是我的学生 那身为导师 我就有权利为学生 还有解难 若是他遵从家族 不顾自己的幸福嫁给你 我无话可说 但是他如果不愿意 那他可以自行解除婚约 一切意愿 尽加无声 放心有我在 你不要怕 一个小小的新罗帝国不足为据 如果你相信我 就做出你的选择吧 小苏带众人花楼门口偶遇戴木白 没想到戴木白破防了 小苏你太过分了 你竟然敢小瞧 我们兴罗帝国 你以为有点天赋 就可以觉得自己无敌了吗 怎么 你这样就怒了 你只不过是一个 不愿接受现实贪生怕死的落魄皇子 难怪你不如你大哥戴维斯 就你这心态能成什么大神 你欺人太甚 小苏老师你别生气 戴老大并非是刻意向您出手的 小胖此事与你无关 这小子目无师长 敢向我动手 看我怎么收拾他 小苏老师 戴老大不是这样的 他怎么会不尊重您呢 刚才他只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才向您动手的 还请您能见谅 是啊 戴老大不是故意的 你快点小苏老师道歉啊 你说他不是故意的 就他那凶狠的目光 就足以表明他的态度 你们若是再为他求情 别怪我对你们也不客气 小苏老师你就放过他吧 就等你这句话了 难道是竹青原谅我了 既然竹青替你求情 那我就放过你 若有下次 那就别怪我不顾起身份了 戴木白 你我之间的婚约是家族决定的 并非是我自己意愿 小苏老师说的对 婚姻乃是人生大事 想要获得幸福 我就要冲破家族的束缚 你我之间的婚约 就此作废吧 以后如果你敢在外面 乱说我是你未婚妻 那我们就是敌人 你真要这么作骂 难道你就不怕 我兴罗帝国皇室追责吗 我今日决定所产生的后果 由我自己一人承担 还望小苏老师不要插手 看你这话说的 既然你是我的学生 那我就管定了 不就是新罗帝国吗 没啥了不起的 好一个狂傲之眼 也不知道是谁 给你的这么大自信 戴木白 我等你把消息传出去 让你们新罗帝国派人过来 我实话跟你说 你们新罗帝国 连个封号斗罗都没有 能对我造成什么影响 哪怕支持新罗帝国的 浩天宗出手又如何 来一个妖子嘎掉一个 来两个 妖子嘎掉一双 我们走 这个男人太霸气了 是我喜欢的菜 戴老大你这次真的是惹祸了 你今天彻底得罪了小苏老师 今后怕是没有好日子过了 让我没有好日子过 那要看他能不能活下来 他不是瞧不起 我们新罗帝国吗 那就让他看看 我们新罗帝国的能耐 小苏老师 今天多谢你了 竹琴你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你是我的学生 身为导师 我理应为你们排忧解难 你也不用担心 一个小小的新罗帝国 真的不足为惧 朱竹琴已经解除了婚约 接下来我岂不是守到青睐 荣荣这么晚 你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吗 小苏老师 你加入其他势力了吗 那倒没有 怎么了 你是打算邀请我 加入你们七宝琉璃宗吗 若是小苏老师愿意来 我们七宝琉璃宗欢迎之至 到时候看情况吧 如果你们七宝琉璃宗 给的条件不错的话 我会考虑 不知小苏老师要什么条件 这个很简单啊 只要你们七宝琉璃宗 愿意把你许配给我 我就自然是你们 七宝琉璃宗的人了 这我要回去询问 我父亲的意见 快回去休息吧 不早了 小苏老师 你的条件我会考虑的 难道我现在的魅力这么大吗 蓉蓉在向我请教修炼的事情 别装饿我都听到了 你是不是变心了 白天的竹青 晚上的蓉蓉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说啥呢小五 就算我喜欢他们 也不代表你不是我的最爱 小苏哥哥是不是不要我了 放心吧 小苏哥哥向你承诺 永远不抛弃你 我就知道小苏哥哥 是不会抛弃我的 今天我打算和院长商量一下 改善你们的伙食 真的吗 身为导师的我 自然要为你们解决问题 这就是我的职责所在 太好了 那就麻烦小苏老师了 放心吧 交在我身上 这样下去胖子 迟早会被测款的 小苏老师聊成了吗 这还用说 这都是小问题 小苏老师你太厉害了 我每次找院长聊 他都以经费不足堂测我 快讲讲你是怎么说服院长的 很简单 我就给学院捐了五万金魂币而已 其中三万必须用在伙食方面 时间飞速流逝 一个月后 小五小微小澳三人突破三十级 正当众人从新斗大森林回学院 时代木白收到了七代已久的飞机船音 终于可以报仇了 父皇派了五名浑胜强者 前来相助 击杀放出狂言 小看星罗帝国的小苏 现在估计已经快到了 只可惜父皇说 朱竹青只能让朱家派来的人处置 三皇子殿下 你们这么快就到了 既然如此你们就在附近随时待命 小苏一旦离开大家的视线 那时候就是你们动手的时机 是 三皇子殿下 这件事成功后 本皇子有重赏 去准备吧 多谢殿下 小苏你等着 老子这就要了你的小命 没想到新罗帝国竟然派了五名魂圣来杀我 戴木白肯定想不到大内侍卫刚出现在附近的时候 系统已经提醒过我 不过可惜了 我是不会让你们活着回去的 只不过朱家到底派了谁来处置竹青 看来这段时间我不能让竹青离开我的视线 可恶的人类 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我的地盘吗 这股兮兮难道是幻化人形的十万年魂兽 前辈我们无意冒犯 我们现在就走 现在想走 不觉得晚了点吗 你们先走 我来对付他 不行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断后 带着他们快走 这不是幻化人形的二名吗 小苏哥哥他们搞什么呀 算了 小苏哥哥做事一定有他的原因 我们快走 我们在这里只会让小苏哥哥分心 那你自己多加小心 不好 小五怎么没跟来 小五一定是担心小苏老师 所以他没有跟我们一起走 可恶 事到如今我们快回学院请求支援 剩下的人可不能再有三长两短了 否则我无法给院长以及你们的家人交代 小苏手段那么多 万一被他逃掉了 怎么办 我还是要去看看 离远一点 如果小苏当场暴毙最好 如果跑掉了我周围 还隐藏了五名魂圣 赵老师 小苏老师虽然平日 跟我有一点小摩擦 但是他毕竟是我们学院的人 我要去帮他 赵老师 我们还是回去吧 我们史莱克学院的人早已是一家人 要死一起死 不行 我不能拿你们的性命去冒险 你们都不用走了 跟我来吧 此人身下魂力波动如此强烈 看来不会比刚才那只幻化人性的魂兽弱 你是谁 我们凭什么跟你走 我叫牛天 是小苏大人 让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什么 你是小苏老师的人 你怎么证明 我不需要证明 我拈死 你们只需要一招 当然你们可以尝试逃跑 但是我不建议 此人绝对是一名封号斗罗 我们如果逃跑 万一他不是小苏老师的人 我们必死无疑 我们跟你走 你们放心吧 小苏大人正等着你们前去看一场好戏呢 张老师要不我们还是跑吧 怎么跑 人家最小是封号斗罗 随手就能将我们秒了 张老师你没感觉错吧 他说他是小苏老师的人 如果是封号斗罗 那小苏老师的实力和地位也太恐怖了吧 小三小微 你们跟小苏老师修行多年可听说过此人 老师的事从来不让我过问 似乎他不想让人打听他的背景 或许小微了解一点 此人可能是五魂剑的人 不过老师说过不让我暴露他来自五魂剑 我也不知道老师从未提过 看来小苏老师藏得挺深啊 不知道是哪位大势力的弟子 他不应该是大势力弟子 而且眼前这人应该不是封号斗罗 否则我七宝琉璃宗不可能不知道 如果不是大势力弟子 那他就有可能是五魂殿的人 你们不用猜了 我并不是五魂殿的人 更不是七大宗门的人 我只是小苏大人的小奔班而已 敢问前辈 您的封号是 区区封号斗罗也配合我相提并论 我现在二十万年的修为 加上小苏大人赏赐的祖龙之力 普通封号斗罗对我来说跟小鸡仔一样 我们走吧 小苏大人那边估计快开始了 小苏老师你没事吧 小五呢 小五被抓走了 我被机伤逃了出来 小苏你也有今天 都出来吧 你什么意思 小苏你忘了当初 怎么贬低我们兴罗帝国的嘛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这家伙终于上钩了 大明应该也带其他人在周围观看 好戏终于要来了 戴木白你想杀我 怕不是因为这个吧 如果不是你 竹青又岂会离我而去 看样子你早就谋划好了 那是当然 为了杀你 我还真是费尽了心机 所以你选择欺骗小傲和胖子 没错 为了杀你 我只能欺骗他们 只要能杀了你 哪怕跟他们绝交 我也在所不死 你难道不知道你这番话 如果他们听见会有多伤心吗 小苏你太天真了 只要你死了 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没有靠山的竹青 也会回到我身边 你别做梦了 就算竹青迫于家族压力 和你在一起 他也不爱 那又如何 我只是缠他的身子而已 我本来是打算 借照无极之手 将你赶出史莱克学院的 谁知道他这么没用 否则我也不需要 动用帝国的力量 戴木白你想要杀我 怕是没有这个机会 你没有受伤 别说我没有受伤 就算我真的受伤 你们整个威力加起来也难过 小苏装受伤设计 引出戴木白和五名全胜 众人看清戴木白真面目 死到临头了 还在装神弄鬼 李侍卫快动手 戴木白你这个大骗子 木白你好心机啊 连我都敢利用 你们怎么在这 赵老师刚才委屈你们了 这家伙隐藏太深 不采取这种激进的方式 他就不会暴露出来 若是牛天让你们为难了 我在这里向你们道歉 无妨 他也没怎么为难我们 牛天还不向大家道歉 诸位十分抱歉 刚才让你们为难了 前辈您言中了 赵无极竟然喊他前辈 戴木白你现在还以为 能杀得了我吗 小苏你因我 没错 我就是在因你 你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事情已经到现在的地步了 是否说明白 你觉得还重要吗 大人 这小子怎么处置 我想想 要不杀了 小苏老师 你还是放过他吧 戴老大虽然欺骗了我们 但总归是我们 史莱克学院的学生 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了他吧 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啊 难道你们不怪他欺骗你们 虽然很生气 但是他无情我们总不能无一把 人总有犯错的时候 您就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赵老师呢 戴木白胆大万为行刺 导师 最大恶技不可饶恕 但好在没有闹出大事 要不就给他的严重的惩罚 你看如何 既然大家都为你求情 那我就饶你一命 不过死罪可免活最难逃 我从你身上取走一样东西 就让这个东西为你抵命吧 小苏老师 这样的惩罚是不是太狠了 我觉得不狠啊 省得他天天缠别人身子 迫害无辜女子 像他这种小人 就该接受这样的惩罚 接下来你们先回去吧 我还要去找小五 祖龙大人 你觉得我今天的表演怎么样 还不错 就是演技差了点 给你打八十分吧 祖龙大人 娜娜姐 你能出来了 托祖龙大人的福 我的伤势已经好了大半 只要不离开生命之狐千米范围就没事 小苏哥哥 他是谁 你们怎么认识的 小五你忘我之前跟你说过 你们那个狐狸 住了一条漂亮的小龙 小苏哥哥 你说他就是银龙王 外界银龙王大人 你就是小五妹妹吧 祖龙大人经常提到你 小苏哥哥 你是不是跟他有一腿 小五妹妹 身为魂兽 能伺候祖龙大人乃是我们的荣幸 你怎能产生这样的念头呢 关你什么事 好大的胆子 你竟然敢这样跟本王说话 怕你不成 你身上怎么可能有祖龙之威 难道你已经和祖龙大人 银龙王是吧 我告诉你 小苏哥哥是我的 你要是想分一羹 得经过我的同意 不要以为自己拥有龙神血脉 就可以在我面前嘚瑟 你们俩就不要胡闹了 就不能好好相处嘛 那我做大的他做小的 今天我们学院新来了一名导师 大家欢迎 这不是大师吗 你怎么来了 这一下史莱克学院热闹了 一下子多了两个太监 戴木白算是有罢了 最起码玉小刚可以教他做一个女人 真没想到乔峰会在这里 不过这里可是我的好基友弗兰德 创建的在我的地盘 就算你乔峰再厉害也要给我发展 乔峰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之间还挺有缘的 以后叫我小苏就好 你已经加入了史莱克学院了 从今往后我便是史莱克学院的导师 还希望小苏老师多多指教 大师你和小苏之前应该有很大的恩怨吧 你怎么知道 我之前派人调查小苏的时候 打听到了你们以前在初级学院有过节 你若是想借此羞辱 我来补取小苏开心 就赶紧滚吧 你已经做到了 实不相瞒 我和小苏也有很深的恩怨 你所遭遇的一切 我也经历过 随后当戴木白讲到了被小苏淹了之后 两人的心中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感觉 小戴我没想到你也不是男人了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小苏所为 我跟他不共戴天 我当初是被一只小蜘蛛吃掉了 大师那只小蜘蛛是不是长这样 对就长这样 这是小苏的宠物 这一切都是小苏干的 怪不得小苏这个名字这么耳熟 他就是叫皇殿的那个 这家伙骗了 我这么多年 此仇不报 我势不为人 大师你先冷静 小苏的实力很可怕 我还听他说了未面 未面 这个词我第一次听说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小苏是武魂殿的人 而且还是比比东的弟子 他竟然有这一层身份 小苏背靠武魂殿和比比东 我们该如何报仇 以我们俩人的能力 根本就没有任何报仇的希望 不过还有唐浩 这跟唐浩有什么关系 你应该听说过唐浩和武魂殿之间的恩怨吧 我听说过 据传唐浩将武魂殿上一刃叫皇打死了 可是他为什么会帮我们 你可知道唐三是谁吗 难道他和唐浩有关系 你有所不知 唐三并非只有蓝银草这一个武魂 还有浩天锤 他竟然是双生武魂 这下你知道唐浩为什么会帮我们了吧 只要我们将小苏的真实身份相告 唐浩定会出手 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坐收渔翁之力了 眼前这两个太监究竟有多点 他们竟然在秘密谋害主角 唐浩行踪飘忽不定 连武魂殿都找不到 我们要怎么找到他 只要唐三留在史莱克学院 唐浩总有一天会出现的 话是这样说没错 但我们需要的是唐浩出现在我们面前 而不是出现在唐三面前 武魂殿一直都在搜查 唐浩的行踪 以他的警惕性格是不会贸然露面的 无妨 这个我会想办法 你无需担心 时间不早了 要不要去我房间深入交流一下 正有此意 这两个死太监还想借助唐浩的手来杀我 也不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恭喜宿主搓成一桩喜事 罐子商城已开启 奖励一气化三清 卧槽 这不是斗罗大陆的事件吗 为啥会有一气化三清啊 由于宿主的到来扰乱了时空秩序 当前未免因此受到改变 那罐子商城又是什么啊 系统已自动为您在武魂城创建一个店面 宿主可以在此店面售卖罐子商城中的随机罐子 罐子中可以开出各种物品 系统定价十万斤魂币一个 每卖出一个宿主就可以获得一个十倍暴力的罐子 并且还可以获得相同价格的交易点数 交易点数可以开启新道具 货槽好东西啊 不过如果我走了小五他们怎么办 而且竹青蓉蓉还没到手呢 系统我可以用一气化三清的分身去卖罐子吗 可以的 所获奖励最终会叠加到宿主身上 那我以后分身去卖罐子 我就在这泡妞岂不美滋滋 什么时候我们武魂城多了家店啊 不知道这里卖什么 一个破罐子有十万金魂币 你怎么不去抢啊 他说这个罐子十万金魂币一个 这老板是抢钱吧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值十万金魂币啊 这店倒是挺有意思 怎么给我一种明目张胆坑钱的感觉 我们走吧斜月 我看了这些罐子 不是什么特殊材质打造的 这种破烂卖十万金魂币 哪个傻子会上当 不急 这个老板身上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好像小时候遇到过 你这么一说我也有这个感觉 店主你这罐子凭什么卖十万金魂币 十万金魂币足够普通家庭生活 几辈子了 武魂店给低级魂石发放的低宝 也才一个月一个金魂币而已 这不是小时候被主神暴打过的协约和雁吗 看来第一颗韭菜来了 贵有贵的理由 他就值十万金魂币 爱买不买 好嚣张的店主啊 你居然敢这么跟我们说话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你们想到是 这感觉你是小苏大人 我不是 不过小苏是我的老板 我只是来这看店的 怎么你们想砸场子 我说为何如此熟悉 原来跟小苏有关系 前辈我们无意冒犯 还请前辈高抬贵手 我们这就离去 等等 前辈你还有事吗 别紧张 我看你约约于事的样子 要不要来开个罐子 你这恰是我敢说不吗 节约你别开 十万金魂币 不是小数目 买这个罐子绝对却亏 你不懂 我有种预感 这罐子一定要开 不然我身上很可能要少点什么重要的东西 老板你这罐子里能开出什么 我看你这么诚心 就破例透露一点消息给你们 只要你运气足够好就能开出魂骨 甚至是比魂骨更珍贵的东西也说不定 这里竟然有魂骨 甚至有比魂骨更珍贵的东西 骗人吧 这绝对是打着魂骨的名头来骗人的 反正我不信 而且斗罗大陆里 怎么会有比魂骨更珍贵的东西 无知 那我开一个吧 节约不能开啊 你别被他忽悠了啊 既然是小苏大人的店 那我相信小苏大人 而且我无论开出什么都只开一个 就算是给我平淡的生活增添点乐趣吧 那你一定要跟娜娜解释 在你被坑之前 我已经阻止过你了 无妨 只要给他说是小苏大人的店 他会理解的 这是你的罐子 老板我该怎么做 这个锤子叫幸运鸡锤 用这个杂篮罐子就可以了 谐悦也不含糊 抓起鸡锤 手起锤落 真的是魂骨 这店主疯了吧 竟然把魂骨往罐子里放 这操作小苏知道吗 赚了 这玩意少说也是三五千年的魂骨 不是这块魂骨出自哪只魂兽 这块魂骨名叫猛毒猫妖王的幼壁骨 恭喜你邪悦 你获得了一块魂骨 愿你快回去找娜娜拿钱 我的钱都在她那里 不是说好 只开一个的吗 那是刚才 你没看到我现在已经收获了一个魂骨了吗 这玩意拿出去卖最少一两百万金魂币 我就是再开十个 不管出什么都是赚的 有必要提醒你 当开启九个罐子之后 第十个会获得双倍奖励 也就是说 如果你第十次开出了魂骨 你将获得两个 燕 你回去告诉娜娜 除了我的老婆本之外 我要再问她借点金魂币 我要十连开 罐子店这么快就开单了吗 也不知道是哪颗韭菜 警告 附近有敌人靠近 目标初步判定为猪竹青 难道是猪家来人了吗 怎么这么快 就是不知道这次猪竹云来了没 如果来了就一起收了 不好了娜娜 节约她出事了 小苏得知猪家派人前来后 便去保护猪竹青 此时燕却找上了狐猎娜 你们在武魂城怎么可能出事 除了小时候 你们被小苏哥哥暴揍以外 你们不都横着走吗 这次是真的出事了 随后燕就将两人逛街 发现一家奇怪的店 告诉了狐猎娜 一个罐子要十万金魂币 这是香金编了 还是香猪了 不过人家卖人家的东西 跟我哥哥有啥关系 当然有关系 节约她已经沉迷 开罐子无法自拔了 十万金币的罐子 我哥竟然开了 而且还沉迷进去了 她脑子生锈了吗 不过这波并没有亏本 反而还赚了 因为我亲眼看见她 从罐子里开出了一块魂骨 你说什么 我哥他开出了魂骨 能开出魂骨的罐子 竟然只卖十万金魂币 这家店店主是傻了吗 快带我去 与此同时 小苏这边已经和猪竹青 商量好提前引出猪家的人 出来吧 我的好妹妹好久不见啊 这段时间过得不错嘛 姐姐是父亲让你来的吗 我的好妹妹 竟然不顾家族使命 私自解除与三皇子殿下的婚约 姐姐很是佩服 所以真的是父亲派你来杀我的吗 父亲对你很失望 特意让我前来解决你 你也知道 我们猪家和大家一向都是联姻 你私自毁约 已经让父亲在皇室丢尽脸面 为了我们猪家的名望 也就只有牺牲妹妹了 我们一定要这样吗 我们可是亲姐妹 你少在我面前装了 你我之间都知根知底 兴罗帝国皇后之位只有一个 不是你就是我 只要你死了 皇后之位就是我的了 要怪就怪你生在猪家吧 朱竹青你竟然暗算我 对不起了姐姐 这都是小苏老师的主意 我也是为了自保 别怪我 美女你这样天天打打杀杀的 哪有女孩子的样子 不如我们大家坐下 好好聊一聊 我给你表演个节目 此人实力深不可测 看似简单的舞蹈中 竟然蕴含着道运的力量 道运是啥 不好意思喘气了 我的好妹妹 你有这样强大又年轻的老师 可真令姐姐羡羡慕 小苏老师是吧 你可有兴趣来我新董皇家学院教学吗 我保证那里的条件 绝对要比史莱克学院墙上数百倍 可以啊 不过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不知小苏老师想要什么条件 我能做到的 定会满足 我的条件很简单 只要你肯嫁给我 我就去新罗皇家学院 小子你别太过分了 是你让我提条件的 我又没有强迫你 既然我已经落在你手里 我就不跟你耍嘴皮子了 你到底怎样才能放了我 很简单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就好 什么条件 这个目前还没想好 你先欠着 难道你就不怕我后面食言 放心吧你不敢 你就这么自信 那是当然 只要你敢食言 我就会让你付出血的代价 你不要以为你身后有猪甲 就不怕我的威胁 我还是那句话 我根本没有把你们新罗帝国 放在眼中 我新罗帝国 好歹也是斗罗大陆两大帝国之一 其整体实力比天斗帝国还要强 你确定不把我们新罗帝国 放在眼里 你到底是人是鬼 怎么可能会有人拥有 这样的魂环配置 我乃双生五魂 这只是我其中一个五魂的魂环 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想要看 你现在可能不信 不过你只需要知道 神在我眼中什么都不是就行了 此时此刻 燕已经带狐烈娜来到了罐子店 柜台后面这个青年 就是这间店的老板吗 看着好年轻啊 不过为何我在他身上 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老板你这里的幸运魔罐 真的能开出魂骨吗 娜娜我已经开到了 这还能有想 你小心点说话 刚才有一拨人因为 这一店主的罐子就被轰出去了 如果我们被轰出去 我怎么开够六块魂骨啊 其实开出什么也是跟运气有关的 如果你运气不够好 可能什么也开不到 原来这就是你的营销手段啊 那块魂骨是被你故意放进去吸引人的 看来我哥哥是被店主选中当托了 不过是一块魂骨而已 我还没有看在眼里 罐子里比魂骨珍贵的东西也不是没有 至于能不能开到全看个人的运气 反正你开不开罐子都没关系 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要是没什么事情 你们就可以走了 不要耽误我做生意 我相信还有很多人想要搏一搏单车便摩托 里面的人到底还开不开啊 我的金魂笔已经饥渴难耐了 不开就出来别站着毛坑不拉屎啊 那那我们再开几个吧 求求了 我也没说不开啊 老板我哥再开一个罐子 这是你的罐子 老板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经验胶囊 使用后可以将你当前魂力等级的魂力增加10% 什么意思 假如说你现在29级修炼到30级需要10天 那么在使用了这个胶囊后 你就可以获得一天的魂力 升级只需要9天了 今天带着狐烈娜来到罐子店 狐烈娜是娘开出了金面胶囊 那这个东西很激烈啊 你现在觉得激烈 是因为你现在修为太低 如果你现在是封号斗罗 而且手上有几十个这样能提升10% 当前等级魂力的金面胶囊 你想想会是什么效果 那岂不是有可能直接成为极限斗罗 老板你到底来自哪里 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东西 我从哪里来不重要 只要你记得我是开门做生意的商人就行了 如果你们所见 这个小小的胶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比魂骨还重要 所以倒也不算亏 接下来你们还打算开吗 接连两个罐子早就回本了 接下来无论开出什么都是赚子 开肯定要开 老板我们再来四个罐子 你有钱吗 你说开就开 娜娜 老板就听我哥的 这是五十万金魂币 我们再开四个 你们想清楚了吗 这不是稳赚不赔的事情 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吗 老板你是不是后悔了 我也不是贪得无厌的人 不会让您亏得太厉害 开出一套魂骨我就收手了 反正罐子是小苏的 跟我没啥关系 你可能会血赚 但我永远不会亏 这是你的罐子 看到罐子后的邪悦没有多说 熟练的抄起幸运击锤 紫光终于出紫光了 这一定是魂骨 上一次邪悦开出魂骨的时候 就是这个光芒 难道说真的还能再开出魂骨 这不是强化器吗 不知道他们魂环炸掉是什么感受 老板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魂骨吗 这不是魂骨 这是强化器 强化器是干什么用的 你可以指定现有的任意魂环进行强化 强化成功后能固定提升你魂环的粘线 强化魂环是什么意思 假如你的第一魂环粘线是100年 那么用了这个强化器 并且成功完成强化之后 你的魂环粘线大概是110年的样子 当然我的建议是先强化粘线高的魂环 这样提升更大 比如是有一个万年魂环 强化成功后就能增加1000年的魂环粘线 真是太厉害了 能提升魂环粘线的宝贝 其价值已经不弱于魂骨了 如果我有一个9万1000年以上的魂环 提升10% 不就直接拥有10万年魂环了 你说的很有道理 但我有一点要告诉你们 一个魂环不止可以强化一次 而是可以强化无数次 并且每一次的强化都远大于上一次强化的提升 那岂不是说无限强化下去 百年魂环也可以强化成10万年魂环了 这一看就是没被强化交过做人 才敢说出这样的话 我有必要提醒你们一下 魂环强化不是没有风险的 强化加3之后的每一次强化 都有可能强化失败 甚至是掉落等级 当你强化加10之后 你的魂环还有破碎的风险 老板那破碎之后会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碎了就没有了 代表着你将永远失去这个魂环 正当众人还在惊讶惩罚 为何如此严重的时候 另一边的小苏已经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恭喜宿主获得六个十倍暴力罐子 宿主是否开启 先不开启 我可以让别人帮我开吗 这个系统暂时没有限制 这罐子还是让唐三帮我开 毕竟他可是这个魏命的天选之子 想必手气一定不会差吧 随后小苏没有任何迟疑 立刻动身去找唐三 老师你这次找我又有什么活 要交代我做吗 你说的这是啥话 合着我天天拿你当工具人养 难道不是这样吗 出个门要我背包 赶各路让我拉车 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救我干活 算了老师也是为了磨练我的心性 唐三不敢 这次过来也没啥别的事 帮我砸个东西 师傅你说哪家店我现在就去 不是 是让你砸这个罐子 这么好的一个罐子干嘛要砸了 我东西掉进去了 拿不出来只能砸了 用这个砸 唐三也没有多说 手指谁落 竟然是金光 不愧是天选之子运气是真的好 恭喜宿主获得生根续今晚 此要对太监来说乃是疗伤盛品 对普通人无效 我尼玛 这是什么东西 给我有啥用啊 都怪这个破唐三 这手几百年没洗了吧 真臭 小三 你知道我此次前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吗 徒而不知 为师想到了一个能快速提升你实力的修炼方法 我故意将此丹药放入罐子中 再由你砸开 主要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因为为师要教你的方法 对身体伤害巨大 这枚丹药刚好能帮你恢复这个方法 所造成的创伤 老师对我真是太好了 不仅教我快速提升实力的修炼方法 还怕我身体受损 我一定要好好修炼 将来报答老师 感谢老师赐药 不知这个方法我们具体要怎么实行 很简单 你先自攻 然后再吃我给你的要恢复 这样一来 经历了人生最惨烈的痛苦 你无论是从心性还是身体的韧性 都会有明显的提升 最终对你也没有什么伤害 什么 老师这不合适吧 怎么不合适了 药不都给你了吗 万一这个药吃了之后恢复不了呢 你是在质疑我吗 徒儿不敢 徒儿这就动手 慢着 正当唐三想对弟弟出手时 远处一道声音传来 小三住手 父亲您怎么来了 小苏你这样未免有点过分了吧 我不知道浩天免下何出此言 你这么做是想让我这一脉绝后吗 平日里看你的确让唐三魂力等级快速提升 我没有对你出手 但是你不能这样侮辱他 小三你走远点 今天我必须要给他的教训 拜见浩天免下 你们是 太监 浩天免下 我们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小苏 此人心狠手辣 小三也差点遭此毒手 浩天免下 你有所不知 小苏其实是五魂殿的人 并且还是比比东的 清传弟子 他接近小三 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很有可能是为了借唐三之手 将你揪出来 小子你真的是五魂殿的人 是又怎样 你能奈我何 你这个小孽障 我今日必杀你 都这个时候了 居然还嘴硬 我记得上一个像你这般威胁我的已经被我废了 为什么你们这些反派临死前总喜欢说这些废话呢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今日我就让你小子付出代价 后来 小子 这是我十八年前 窦罗大陆出现空间裂缝时 从里面掉出来的傀儡杀器 使用这个傀儡需要耗费我很大代价 用它来碾碎你 你也应该觉得荣幸了 这不是大圣吗 十八年前 难道是我刚穿越到窦罗大陆的时候 幸好只是一副傀儡 灵魂不在的样子 这好东西我要了 系统使用神王铁卡 你竟然还会变身 不过就算如此又怎样 照样不会是我的对手 碾碎他 不愧是大圣 这攻击力还挺强的 要不是我使用了神王铁卡这招下来 我恐怕已经重伤了 你这傀儡不错 攻击很强 就是不知道抗不抗走 你是在跟我搞笑吗 想当初我发现自己奈何不了你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思索办法 终于我成功击火了这尊傀儡 这尊傀儡哪怕我魂魂全炸 都奈何不了他 你又如何击破 小子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我让你三招 只有你能在他身上留下一处伤痕 今日这时我永不再提 这 这怎么可能 我可是无上的九十六级至尊强者 想杀我 那我就先宰了你 没想到最后被他阴了一手 差点就交代他这 没想到这天地人黄剑用来偷袭竟然这么好 这小子有古怪 一起出手 我就不相信他伤得这么重海 能及杀咱俩 你们想杀我尽管来 今天我退一步算我输 狂傲的小子去死吧 莫鬼市 跑了 这就跑了 小苏你竟然杀了我父亲 是他先对我出手的 我不管 我只知道你杀了我父亲 今日你不杀我 来日我必将你挫骨扬灰 好 我欣赏你的勇气 我给你这个机会 今天我不杀你 你走吧 改日我一定将今天所受到的所有屈辱加倍讨回来 你要是再多废话就别走了 这就是这个未免唯一的天选之词吗 有意思 我等你回来找我 正当小苏以为事情暂时告一段落的时候 唐三却悲愤地躲在一个山洞中 实力啊 这个世界没有实力 连一坨狗屎都不如 至少狗屎还没人敢去踩 小家伙看来你需要帮助 是谁在说话 是我 你是小时候父亲送我的戒指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是十八年前被一个空间裂缝吸入此空间的 感受到了熟悉的波动 才刚刚苏醒 我不管你是谁 快离开我的戒指 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件东西 小家伙别急啊 我也想离开这个戒指 我在另一个世界明明过得很潇洒 不知为何被吸进来并且封印于此 我的那个炎帝徒儿估计还在找我呢 我不想听你废话 你刚才说你能帮我 刚才的战斗我看过了 那个小苏所使用的力量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你们这世界确实太弱了 那个人不像是你们这个卫免的 更像是高等卫免的人将领 那我应该怎么做 放心有我在 我会帮你想办法的 你愿意成为炼药师吗 炼药师是什么 可以帮我快速提升实力吗 当然可以 炼药师可以炼制的丹药种类繁多 很多都可以助你提升修为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找小苏报仇 不急 小苏的实力很恐怖 比我纳图而估计只强不弱 我们短时间内肯定不是对手 不过当初我被吸入这个卫免时 还有很多其他卫免的强者被吸进来 据我所知 你们斗罗大陆应该是没有炼药师这个职业的 你应该是唯一的一个 我们可以利用丹药拉拢他们为我们办事 旁三躲进山洞后戒指里出现了的老爷爷 但这位老爷爷好像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个人 没想到这里的人都这么好忽悠 看来我应该可以在这个位面 完成主上交代的任务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学习炼药 我目前身体暂未恢复 恐怕短时间内无法教你 等我身体再稍微恢复一点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话说我也真是倒霉 当初听说那个所谓的洪荒世界本源力量十分强大 足以补充我们未免百年的所需能量 如果能将那个未免的未免之河成功带回 一定可以被主上提拔 没想到那里面的人都是怪物 我刚落地就差点被斩杀 幸亏我及时躲进空间乱流 谁是那只死猴子竟然追了上来 最后我迫不得已在路过斗破仓球世界时 随便抓了个人的身体进行躲避 没想又出现了个手拿火链乱扔的家伙 真是太恐怖了 现在当物之际就是换一个精神力稍微弱一点的身体 这老头天天跟我争夺身体掌控权 真的烦死了 这就是大圣的尸体吗 不应该啊 明明这么强 为何会被斩杀 就是不知道这怎么使用 将魂力注入室似的 竟然有到封印 系统 这个封印能破解吗 正在尝试扩除封印 检测到唐浩残余灵魂是否清除 唐浩 唐浩不是自爆了吗 当初他说使用这个傀儡花费了他很大的代价 难道是将自己的一部分的灵魂本源 保留在了大圣的身体里 系统可否将其提取并保存到系统空间 唐浩灵魂碎片已保存到系统空间 继续破解封印 封印已破除 这是哪里 大圣竟然没死 这里是斗罗大陆的世界 我怎么会在这里 这我就不知道了 听说是从空间裂缝掉出来的 原来如此 你给我讲讲这个世界的情况吧 随后小苏就将斗罗大陆世界讲述给了大圣 我有一事不明 为什么你会被封印在自己的身体 当初太古七君王中的阿里德降临在我的位面 我本想将其击杀 却不料被其躲进了空间乱流 我急忙跟了进去 正当我快追上的时候 突然不知道为何出现了很多极其恐怖的彩色火莲 我躲闪不及 只能依靠我金刚不坏之身抵抗 将自己的灵魂封印在体内最深处 太古七君王是什么 我只知道他们主要是靠夺取别人卫面的卫面之河 来维持自己卫面的生存供给 其余的我也不太清楚 那卫面之河又是什么 简单来讲就是支撑一个卫面的能量本源 如果一个卫面失去了卫面之河 那这个卫面就会坍塌风碎 这么严重 那他现在在哪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很有可能跟我一起被吸入这个卫面了 我们要赶紧找到他 否则这个卫面就危险了 他身负重伤短时间应该不会露面 并且此人拥有占据别人身体的能力 一般人很难认得出 那怎么办 总不能放人不管吧 连你的火眼睛睛也看不出来吗 我因为封印的缘故 实力还暂未恢复 等我恢复了应该能看得出来 你也不用过于担心 卫面之河可不是那么好收取的 到时候一定会有一项产生 站住 来者和人 小兄弟你好 我是史莱克学院的导师 今日前来是想见你们院长一面 商谈两家学院合并之事 史莱克学院是什么学院 我怎么没听说过啊 你稍等一下我去通报一声 你好 我是蓝霸高级学院的导师 刚才听学生来报 你是史莱克学院的导师 你和院长有预约吗 没有预约 此人没有预约 而且我又没听说过史莱克学院 这人很有可能是随便编造 实则前来找茬的 那就抱歉了 你没有预约 不能进去 况且我们院长一向不喜欢 和陌生人见面 还是请回吧 虽然我没有预约 但是我们史莱克学院的院长 和你们的院长可是好朋友 这家伙可真能吹 院长生性喜欢平静 几乎没有朋友 这种不知名学院的院长 怎么可能是院长的朋友 数在下才是短浅 还从未听说过史莱克这个学院 你没听说过很正常 我们史莱克学院 只是一个小小的学院而已 并不出名 不过你放心 等我们两家学院合并之后 你就会见识到我们学院的实力了 说的好听 你以为我们蓝霸高级学院 会与你们这个不知名的小学院合并吗 你还是从哪来 就回哪去吧 不要在这里开玩笑了 若你继续得寸进尺 那就别怪我动手赶人了 你打不赢我的 还是带我去见你们院长吧 好恐怖的冯环配置 你到底是谁 你可以叫我小苏 今日是拜访你们院长 协商两家学院合并之事 小苏老师 不知你今年贵更 十八岁 十八岁的魂王 而且还是拥有十万年魂环的魂王 小苏老师 我能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吗 这家伙要是知道我是双生魂 而且第二五魂的魂环 全是十万年的 那要经到什么地理 这个其实也不难 每天就是吃了玩 玩了睡 睡醒再玩 这修为蹭蹭蹭就上来了 想拦都拦不住 上集说到小苏前来 找柳二龙商量史莱克学院合并的事 没想到被蓝霸高级学院的导师拦了下来 这尼玛也太能吹了吧 每天吃喝玩乐就能提升修为 高级凡尔赛啊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还用得着每天刻苦修炼吗 怎么你不相信 这倒没有 我知道你不信 不过等我们两家学院合并之后 你就会明白了 希望吧 你是何人 为何饶我清静 你就是柳二龙吧 在下史莱克学院导师小苏 今日贸然前来 还请见谅 什么史莱克学院 干净滚 你先别急啊 是弗兰德让我来的 你朝思暮想的玉小刚 也在我们史莱克学院教学 弗老大和小刚 史莱克学院是弗老大建立的吗 玉小刚在那里干嘛 史莱克学院乃是弗兰德院长一手建立 一心想要培养出更好的学生 玉小刚的确是在史莱克学院任教导主任 不过因为一些事情 他暂时外出不在学院 小苏老师对不起 刚才是我态度恶劣了 既然误会已经解决 那我们谈谈合并的事情了 既然是弗老大和小刚的学院 那一切事宜就听你的吧 我的建议是两家学院立即合并 让你的蓝霸高级学院改名为史莱克学院 但是为了我们两家学院的发展 我个人建议还像现在这样 分成两个校区 一名一案 你这边负责广招学员 并制定考核制度 只要天赋不错 便秘密带往我们那边 这也是弗老大和小刚的意见吗 这是小刚的意见 玉小刚已经跑了 到时候我抓到他 他敢不同意吗 就算他试了硬补头 我手上可还有着能让他恢复男人的担药 只要能让我和小刚在一起 我做什么都愿意 得说是一个学院了 玉小刚已经不是个男人了 你说什么 其实大师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 我最爱的小刚 竟然不是男人了 为什么会这样 小苏老师这到底是谁干的 我也不知道 但我听说这应该不是人为的 具体你还是要问大师本人 不是人为的 难道是他自己弄的吗 小刚你为了逃避我 也不至于自残吧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二龙姐姐 你不要伤心 这可能就是缘分不到吧 我们还是先把手头事情忙完 别让弗兰德院长等急了 你们两个死太监继续跑啊 怎么不跑了 小苏你饶了我 我可以给你无尽的财富 我让我父皇把香罗帝国给你 木白别求他 他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要他那破帝国干嘛 我本来也没说要杀他嘛 如果这个卫免少了这两个太监 岂不是很无趣 我不要你们帝国 而且我没说要杀你们啊 那你追什么 你们跑什么 你追我们我们能不跑吗 你们跑我能不追吗 小苏你到底想怎样 没事啊 带你们回去而已 你不计较我们之前所做的事情了 你们做的那些事 配我和你们计较吗 小苏老师 只要你不杀我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刚好唐三走了 身边还缺了个工具人 就暂且用戴木白吧 而且就算他不是真心的 我也不怕 从今以后 我让你干嘛 你就干嘛懂了吗 懂了懂了 只要能保命 先答应他又何妨 至于你玉小高 我也不会杀你 你跟我回史莱克学院 为什么 我不想跟你废话 要不和我回史莱克学院 要不死 先答应他啊 大师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招 我们现在都已经这样了 还要什么面子啊 我跟你回去 小刚真的是你 我们黄金铁三角 终于团聚了 小刚说句话 二龙已经等你二十年了 难道你还没想开吗 小刚你难道就打算 沉默一辈子吗 我已经不是男人了 你让我说什么啊 二龙 我们不可能的 你还是把我忘了吧 玉小刚你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等了你整整二十年 难道你还想让我再等二十年吗 二龙你别说了 我一直都没有 让你等我 你不要再等了 我们真的没可能了 为什么 哪怕你现在不是男人 我也不介意的 不是男人 什么意思 你始终还是知道了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就放过我 放过自己吧 小刚你到底怎么了 福老大别问我 阿龙到底怎么回事 福老大 小刚已经不是男人了 到底是谁的手这么狠毒 这个仇必须报 这件事你怎么知道的 小苏告诉我的 我本来以为是假的 可是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小苏老师怎么会知道 他没告诉我 你别急 我去找小苏老师问清楚 小苏老师 听二龙说是你告诉他 小刚情况的 院长 你指的是什么情况 就是他不是个男人的事了 小苏哥哥你们说啥呢 老师什么情况啊 其实也没啥 就是大师已经不是个男人了 小苏哥哥不会吧 我骗你做什么 怪不得我之前就觉得 小刚老师的装扮 跟现在的木白一样 我还以为是他有特殊癖号呢 小苏哥哥大师之前 在诺丁城和院长关系挺近的 而且经常在他家里过夜 这两人该不会是 有什么亲密关系吧 众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谈话 早已被一旁的柳二龙听见了 别聊了 你们赶紧训练吧 你们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没想到大师竟然是这样的人 当然是真的了 我骗你们干嘛 老师真厉害 竟然真的猜到了柳二龙会偷听 我今天演得这么好 小苏哥哥应该会奖励我的吧 卓兰德问小苏大师为何变成太监 却不料被大家都听到了 我那个序 这也太劲爆了吧 赵老师 你和大师不是住在一起吗 你们该不会也 臭小子 你说啥呢 老子是这样的人吗 你是不是故意找错了 赵老师可是阳刚直男 又怎会和大师有那种关系 胖子你不是话多吗 从今以后你的宿舍就归我了 你跟大师一起住去 赵老师别啊 我知道错了 我不想和大师一起住 你就饶了我吧 这下没了商量 你再多话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胖子大晚上的怎么不回去睡觉 带老大我哪敢回去啊 白天大家说的话你又不是没听见 别心烦了 大不了我跟你换换 我和大师一起住 带老大我知道你对我好 但你这样我更不能跟你换了 如果我跟你换了宿舍 那不就是把你推入火坑了吗 这种事情我可干不出来 没事胖子 你我情同手足 我把你当亲弟弟 有什么就冲我来吧 我会一直站在你前面的 其他话你就不要多说了 我一一决 带老大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了 胖子看你这话说的 我们可是兄弟 那我去你宿舍睡了 去吧去吧 这样一来 我就可以明目张胆的和大师一起协商 对付小苏的事情了 而且我们以后夜晚词汇 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 二龙对于小刚的事 我们俩都不愿意接受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就必须要选择接受现实 就让他过去吧 既然小刚始终放不下 你也别太着急了 或许会有更好的选择 玉小刚现在的情况 不是刚好给了我一个和二龙在一起的机会 弗兰德谢谢你 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得 但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不行 不能拖下去了 我快压制不住体内这个臭老头的灵魂了 要赶紧想个办法占领死死身体 你干什么 小子既然瞒不住你 那我也不再瞒你了 你就把你的身体交给我吧 你接近我就是为了夺取我的身体 你到底是谁 你不用管我是谁 你不是想报仇吗 把身体给我 我帮你报仇 休想 紫肌魔童 没想到这小子精神力竟然这么强 我现在不能受伤 一旦受伤 这举身体我也保不住 小子我们后会有期 幸好我修炼有紫肌魔童 精神力比普通人强上不少 否则我今天怕是危险了 不过精神力强大倒是提醒我了 以我现在的精神力 如果潜伏在小苏周围应该不会被发现 看来想报仇还是要看我自己 检测到唐三出现在附近 望宿主提高警戒 小苏我刚才感受到了太古七君王阿里德的气息 不过只有一瞬间 我们最近要注意了 能确定位置吗 暂时不能 气息仅仅是一瞬间 应该是被人中创 不小心流露出来了一丝气息 系统能定位到此人吗 检测到目标不是这个未面生物 系统暂时无法分析 由于未知生物危险等级未知 可能存在着宿主无法理解的力量 望宿主小心 这小女娃看着天赋不错 归我了 这一日遮天蔽玉的黑气在五魂城上空汇聚 五魂城的天竟然这么快就要变了 我要赶紧去通知小苏 你怎么来了 五魂城变天了 什么意思 最近的异象你没关注吗 你说的难道是阿里德 他出现在五魂城了吗 看黑气汇聚的地方应该是五魂殿 很有可能是比比东 东儿 不好 东儿精神力本就薄弱 虽然比普通人强上很多 但是根本比不上我们这种开挂的 再加上罗刹神的邪恶属性 在这个结果眼上 他确实是阿里德附身的不二人血 我们快去 你们终于来了呀 我等你们很久了 你就是阿里德 快从我的东儿身体里出来 我很喜欢这具身体 很年轻 很强大 并且精神力不够变态 足以支撑我的灵魂 发挥出这个世界所能承受范围内 最大限度的力量 这么好的身体 我凭什么要出来 阿里德 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你出来 我让你死得好看点 臭猴子 你以为这里还是你那个卫面吗 我穿越过来的时候 这个卫面已经将我的力量 压制到了卫面所能承受的极限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其实跟我的情况一样 否则凭借你的肉身 当初怎么可能 被那几朵小小的火连锁伤 就算你之前的实力 比我高出很多 但在这个地方 同样是卫面顶峰的实力 你能拿我怎么样 猴哥没事 有我呢 系统使用神王体验卡 想动手啊 来啊 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 这小子真是变态 就这轻松一击 已经使我气血翻层了 之前是我小瞧你了 就是不知道 接下来这招你接不接得住 别废话了 出手吧 你会的如果仅仅是这些 那可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那又怎样 你敢杀我吗 我死了 这个肉身的主人 也会跟我一起陪葬 是 尺寸的狗 那是